上星期,最轰动的国际新闻 必定是7月7日发生于美国达拉斯的抢击案 这是2001年9月1日事件以来 最多执法人员丧生的事件 在2016年7月7日晚上 达拉斯市民响应组织 黑人生命很重要 简称BLM的号召 上街示威 抗议前两天的两宗白人警员 开枪射杀黑人的事件 当晚9点 800名示威者途经 艾尔森特罗学院附近的大厦 突然有追击手向警员开枪 多名警员中枪倒地 其后示威者射散 附近增援的警员和4名枪手薄火 谈判破裂之后 警方更加出动机械人 运送炸弹炸死其中一名枪手 Nika Sevier-Johnson 其余三名疑犯被捕 但最终确认整件枪击案 只有一名控手 事件造成五名警员死亡 七名警员及两名市民受伤 美国德州达拉斯 有针对警员的枪击案 枪手和警员隔着条柱薄火 它更加扰到警员背后开枪 警员当场倒地 大批警员赶到现场支援 期间不断传出枪声 伏击高处的追击手针对警员开枪 造成最少11名警员伤亡 大批民众听到枪声慌忙走避 事发在当地星期四 达拉斯有示威抗议在星期二和星期三 发生的两宗警员枪杀黑人事件 警员就在掩护幕后边 同枪手拨火 有目击者指听到最少30下枪声 警方在同枪手谈判期间 他声称在市内多个地方埋了炸弹 仍然要杀害更多警员 警方指已经拘捕两男一女的疑犯 另外有一名枪手同警员 在对治期间中枪 之后他自杀身亡 不过消息暂时未得到证实 警方亦一度在网上公开一张疑犯的照片 男人自首以示清白 在证实他没有参与襲击之后已经获释 一星期内两宗警员枪杀黑人事件 触发美国多个地方示威 为黑人讨回公道 事件加深当地的族群分裂 纽约邮报更加以内战作为枪击案的标题 但亦引起争议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这次枪击案发生在示威期间 并且有追击手出现 向双方开火 情景是不是似曾相识呢 其实占终期间 日华牧师已经介绍过 美国谋害中国陷入圈套的十个步骤 详细可以收睇2012荣耀盛望 波利尔251-253 就是美国如何将一个敌国变成方长的步骤 就好像乌克兰 伊拉克 坠里亚和利比亚所经历的一样 当中的步骤包括 1.自以为的创举 2.理解到事情将会没完没了 3.双方的情绪和理智消遗 4.被收买的黑社会介入 5.追击手出现 6.互相推卸责任 7.内战当民主 政府及警队瓦解 8.军队介入 军法统治 9.全球传媒谴责 10.国际谴责及制裁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不断重演 美国正在慢慢步向军法统治的计划当中 现在 美国正因为大大小小不同的艾奇枪击案 以及白人警员枪杀黑人案 令大量黑人不断上街示威 造成双方情绪和理智消遗 没完没了的现象 而枪手Mika Xavier Johnson 是新黑炮党 及黑人武装组织 牛敦枪支俱乐部的成员 因此 这次达拉斯枪击案 已经到了第五部追击手出现 以及第六部互相推卸责任 枪击案发生之后 美国各地仍然为早前的白人警员 射杀黑人事件而示威 事件继续没完没了 而再下一步 第七步 当事件越演越烈 政府在公布之前 一定会为到这个超大型灾难 作出准备工作和人道措施 包括建造大量地保 规定航机必定要有两名机师 没收市民的枪械 以及在人民知道Plan X 临近而失控之前 进行军阀统治等等 以免人民的暴动 令整个国家即时崩溃 早在2012年11月18日播放的 《2012荣耀派望》第145篇 启示录第二部份 《44Planet X-32》 日华牧师分享了 2012年9月30日发布的Webbot 内容共分为29点 第一点和全球性海岸线事件有关 而第二点就是关于风暴 会由南极跨过尺度 直吹上北极 信息也特别提及喷射气流 为人类带来的影响 但是关于这一点 大家需要额外留意 因为这一篇Webbot预测的29点 都是全球性海岸线事件的先兆标记 而第二点有关风暴 和喷射气流的预测 就是第一个先兆标记 另外又说牧师曾经提到 比特币以及白银急升至天价 也是一个先兆标记 代表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将会在极短时间内发生 以及启示62章所形容 小孩只一出生就会被提 但下一步就是代表 撒旦的蛇会吐出水 这个就是全球性海岸线事件 启示62章15节 蛇就在妇人身后 从口中吐出水来 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 第二点就是巨峰 而事实上这些风是怪在什么呢 如果大家记得我们曾经吹过的观看 就让大家知道 其实南极的风是吹不到上北极的 OK 但是weblog说 未来会有风是由南极吹到上北极的 OK 它说由南而生 然后直接吹上去 影响北极那里 而它说山会被冲击到的阶段 是会创造新的噴射气流 在我们的大气层里 噴射气流或称高速气流 高空急流 极风噴流 是恒星尺度的大气环流 指地球上数条围绕着地球 强而窄的高速气流带 主要集中在对流层顶 通常出现在中高位西风大 或者低位度地区 它的水平长度达上万公里 阔数百公里 口数公里 中心风速可达每小时200至300公里 风向偏西 可以有一个或多个风速极大的中心 具有强大的水平风切变 和垂直风切变 高速气流附近也有强大风切变 即所谓影响飞机飞行的气流 不过 一着地球是单向自转 以及受地池影响的缘故 台风是一定不会跨过地球的尺度 由北半球走到南半球 或者由南半球走上北半球 除此之外 其实喷射气流同样不会跨过地球的尺度 但是2016年6月28日开始 世界各地的报章和新闻 都大使报导一则 入华牧师祖在三年多前 2012年的预测 有关全球喷射气流的气象消息 就是有人发现本来不可能穿过尺度的喷射气流 竟然开始由南半球走上北半球 或者由北半球走向南半球 这个情况极可能是全球气候大规模剧变的开始 报导亦指出喷射气流 以及NOW runs from pole to pole等字眼 意思即是气流由南极走到北极 同三年多前 亦华牧师分享webwatch预测的字眼完全一致 以下影片就是其中一位气候专家Paul Beckwith 在事件发生当日 即时在网上YouTube发表影片 解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Hello, I'm Paul Beckwith I'm with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Laboratory for Paleoclimatology For many years I've been talking about abrupt climate change and how the climate system is no longer behaving like it used to We no longer have the stable predictable system that we had we've gone to a chaotic system As we transition in a non-linear fashion to a much warmer world we're seeing a complete redistribution of jet streams and ocean currents So normally the jet streams we have jet stream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and they go mostly from west to east but because the Arctic is warming so much because it's getting darker it's absorbing more solar energy there's great temperature amplification then the jet stream has been slowing down and is getting wavier so there's more troughs and there's more crests and basically think of it as separating the jet stream is separating the cold dry air from the northern regions and warm moist air from more southerly regions but in this case you normally have jet streams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 but they're separate but in this case we can see the jet stream twisting down here crossing the equator and rejoining the stream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you can also see it here and you can also see it here this is new as far as I'm aware normally the equator is hotter so there's a ridge the air rises up high hot air rises the tropopause is about 17 kilometers whereas the colder air dictates means that the tropopause is about 7 kilometers at the poles so because it's so high here normally that acts as a barrier and it stops this from happening I was alerted to this by Robert Scribler's blog which just came out this evening he's talking about rec jet stream now runs from pole to pole so he showed this still image here which alerted me to do this video this is another view of this particular region and again you can see the strong you can see what's going on here you get air from up high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n this jet coming down and crossing the equator and then joining with the southernmost jet stream you also have these vortices here which are mixing air around the equator you have air actually moving from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up into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cross the equator here and over here you have air coming coming south and coming across and over here you have a similar thing happening so we're basically we've lost this separation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 in terms of the jet stream there's very very strange there's very strange things going on with the jet streams which guide our weather patterns 明顯 日華牧斯祖在三年多前 已經值Webwatch 準確預測一件前所未有的事 就是噴射氣流會跨過尺度的驚人事件 自2011年 Webwatch多次警告 當接下來全球陸續出現經濟崩潰之後 一些國家甚至會開始衝攻人民的財富 正如1933年 美國衝攻人民儲存的黃金和財產 事實上 2013年3月 塞浦魯斯開徵存款稅 變相衝攻存戶財產 更加有存戶最高損失六成的財產 除此之外 加拿大在2013年財政預算案中提及 非常情況下 銀行有權推出塞浦魯斯式的自救方案 甚至 有避稅天堂之稱的瑞士 也重新採納1943年的銀行法 授權銀行充公存款作為自救方案 存款和財產 最終亦可流入銀行家和國家的口袋裏 另外 上年2015年6月29日 希臘銀行實行優價近一個月 嚴格限制人民提取資金 到了上年2015年8月 Webots更進一步警告 現時發生和應驗全球股市 外匯和經濟崩潰 導致全球將會陸續出現凍結資金的現象 極可能會像之前塞浦魯斯和希臘一樣 是一種無緣無故的銀行假期 Bank Holiday 假時 銀行藉口優價 暫停分行營業 導致網上銀行電腦系統暫停運作 所有資金都會被凍結 所有存戶無法調動銀行戶口的資金 外匯和股票 甚至 世界各地的人 都無法提取保管商內的物品 最後 由於經濟崩潰 導致Webots所預告的情況出現 一些國家會開始充公人民的財富 包括保管商內的貴族物品 或是人民手上的金銀 無獨有偶 今年5月30日 香港匯豐銀行以信件通知客戶 正草意添加新的保管商條款 尋求丟棄保管商內的物品的權利 所謂增強對金融犯罪的防衛能力 在新的條款之下 匯豐銀行有權稀資保險箱內 任何被視為不合法 具攻擊性或滋擾性的物件 聲稱包括 霸詐品 依然物品 益胎物品 不合法的藥物 武器 手槍 以及拆裝等等 新的條款更加指 銀行有權稀資 即是充公不合法的物件 事前亦都不會如先通知客戶 大家是否有留意呢 既然銀行已經有權私下修改條款 任意充公或沒收私人保險箱內 他們看為不合法的物品 同樣 按照上述的規定 政府或銀行只要再一次私下修改條款給訂明 指 所有人民是不合法擁有黃金和白銀 這樣 接下來政府或銀行就順理成章 有權充公保險箱內 所有不合法的金銀 情況正如1933年 美國充公人民儲存的黃金和財產一樣 明顯 政府和銀行已經為到 接下來的經濟動盪作出部署 在必要時充公人民保管商量的所有物件 當然就像Webot所說 包括保管商量的金銀和貴族物品 除此之外 近來香港一些售賣金銀的商店 已經陸續修訂買賣金銀條例 不再容許客戶使用現金交易 所有買賣都必須提交個人資料 和透過賬戶交易 盛情是為防止有人假借別人的戶口買賣 既然Webots早已警告 接下來當社會持續經濟動盪 政府和銀行必定會採用充公人民財產和金銀的手段 故此 大兄姐妹應以自衛行事 停止使用自己的戶口 或是借用別人及親友的戶口 到這些商店購買白銀 以免留下大量個人資訊線索 成為政府充公金銀的機會 避免因小失態造成後患 於是為了大家看到 於是為了大家看到 於是為了五月爆派之後 便到了六月二十六日 就是二六六 就是這個小孩子誕生的一個很特別的密碼 而剛剛這一篇 如果以主日計算 就是2012信息第333篇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所以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而在這個過程中 在最後我也想明謝各位的 尤其是在Dee Fornum 一起參與趕這個議塞 很多次趕貨 並且他們真的成功成為 很多這些山寨廠的員工的技藝 因為實際上本身這個議塞 你們做的時候 你要知道 其實我們用的方法 和做的方法 外面不會做的 所以變成 他們是做不到這些的因質 是不行的 我現在說的 就算是很貴很貴很貴的議塞 他都不會用到這麼精細 這麼細微 這麼鏡石的方法去做出來 所以變成 可以說是不存之秘的 但是在這裡有一個好消息 讓大家知道 是誰想知道的 其實第二代的石鞍劍 他的音色是比這個好 也有一段很大的距離 但是問題是 成本是多少錢 誰想知道 是15元以下 港幣 不是美金 不是英鎊 是15元港幣以下 所以我覺得 在這次的禮物當中 我送一個更大的禮物給你們 當然如果送過以瑟 15元給你 不算是大禮 雖然物輕情易重 是吧 世上沒有了 沒得廢的 完全沒有 有線的就不用想的 因為 因為藍牙的 根本已經不可能贏到有線 但是我們都贏了 是吧 我會在大約 8月底 就會 教會的弟兄姊妹 自己做一個給自己 即是以後你會立即做這些意塞 只要你手上有15元 你就可以做多一個 你想想 你打沉了全世界最厲害的調音師 十個加起來也不夠你 來的了 是吧 所有意塞 你已經不用買了 15元 是吧 iPhone意塞 你買不到一個 基本上 耳插都買不到一個 不要說意塞 但是就是這麼便宜 你想想 就是 有沒有搞錯 當然 再貴一點 一定會再漂亮 所以我有第三代 第三代是發燒級的 那就是真的最漂亮 但也不會貴得很厲害 但第二代 我覺得已經是 這些價錢 已經做得很好 15元已經是在 那個範疇當中 沒有辦法再約盡 所以你能夠想像 雖然幾千元 千多元 一條所謂的升級線 又說什麼 要隨便學習 真是 簡直是 我覺得是騙術 所以 既然他們做到這樣 始終我們身為一間教會 我們始終都會 將這個祝福給你 不用說 為了聽教會的歌 但問題又 又不是說 我不想用他們的機器 大家頂之妹 誰出去試過外面的 叫做貴價的耳機 舉手 你就知道明白了 就是我們作了一批歌 十八年前 但他們不爭氣到現在 都未能夠做到一隻貴的耳室出來 你不要說貴 你多貴都好 你多貴都可以 你能不能播出我們 石岸新歌 那個音域出來 我們要作出那種優美 於著日信息中 日和牧師提及 藉著神於十八年前啟示的第一個音樂動勢 及剛剛啟示的第一個動勢的第二部份 整案製作出外邦世界舞的全音域詩歌及全音域耳機 由於各大耳機公司的耳機產品 並不是為全音域歌曲而設計 更因為技術所限 他們只能夠突出某種音色 有些專注中高音 有些著重於人聲 有些著重於節奏感等等 所以他們的耳機產品 即使是旗艦級 也無法播出整案詩歌的優美 也就是他們連一首整案詩歌都無法播完 都充滿瑕疵 唯獨整案自家出品的耳機 才能夠演繹出來 因此 大兄姊妹過去外出事件的時候 都會發現這個現象 就是以外面的旗艦級耳機播放整案新歌的時候 會發現耳機出現力有不大的情況 令音色充滿瑕疵 聽很短時間 已經想將耳機放低 這就是無法播完一首歌的現象 但是有線石安劍 不僅能夠播出過千隻石安新歌的優美 並且當聽完一首歌第一次的時候 更想繼續聽第二次、第三次 可想而知 有線石安劍與外邦耳機的分別有多大 甚至 如果想用其他耳機 照樣做到有線石安劍於一首歌的表現 就需要選擇至少八部不同的頂級耳機 分別播放一首石安新歌的不同部分 才能夠對比 但是世界上 又會否有人願意聽一首歌的時間 不斷轉換八部耳機呢 並且很多時候 這八部耳機 又有八部專用的耳抗 也是這個相差太大 楊教會很多對音響無研究的弟兄姊妹 當一視機 聽了幾秒之後 已經想放低了 其實 就算是旗艦級耳機 也有其限制 當視機的時候 店員也會提議 某款耳機要配某一種音樂 才會好聽 但是真相是 某款耳機要配某一種音樂 才能夠播完一首歌 令人不會聽幾秒就要放低 所以 假若是配其他音樂的話 必然會令人聽見極多瑕疵 無法讓人聽完一首歌 這樣 你就會明白到 原來旗艦級耳機 也有殘缺的部分 只能播放某類型的歌曲 但是石安劍 卻能夠演繹任何類型的歌曲 包括快歌 慢歌 中版 人聲 樂器等等 到了現在 當大家已經試用藍牙耳機 知道藍牙耳機比石安劍的音色更好得多 所以 各大耳機廠的耳機 與藍牙耳機的相差就更大了 以前 世界上並沒有這種實力吸收的耳機出現過 但是 大家有否留意到 能夠打敗全世界所有耳機的 第一代藍牙耳機 日和牧師也只是僅僅給予50分 可想而知 當評價達70分以上的 第二代有線石安劍面世的時候 這個將會對整個世界 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因為以一個極為低廉 港幣20元以下的價錢 就可以橫掃世界所有耳機 由於相距太大 就算任何一個不懂音樂的人 也能夠分得出 第二代有線石安劍 要比大廠的旗艦級耳機音色更好 所以 大兄姊妹大可以挑戰身邊的音樂愛好者 到時 可以選擇借出 或者送出第二代的有線石安劍 讓他們拿回家 於三天之內 將所有石安新歌逐收聽 看看能否找出三首不願意的歌曲 甚至 亦對比一下自己的耳機 看看能否如有線石安劍一般 播出石安新歌的優美 如果你希望傳福音的話 大可以將第二代有線石安劍 暫時是給這些音樂愛好者 當他們品嘗過石安新歌的優美 但又需要歸還這些耳機的時候 那時候 你就可以免費送出那一部耳機 讓對方知道教會是免費送出這一部耳機作為禮物 這樣 他就能夠更加被福音震撼了 事實上 這個計劃必然成功 牽起大復興 原因 對比第一代有線石安劍 岸面就算是旗艦級的耳機 能夠播出石安新歌的優美度 只是0分 而第一代有線石安劍是22.5分 第一代藍牙石安劍耳機是50分 第二代有線石安劍是70分 這就是第二代有線石安劍的威力 這也是為何由黃牧斯為大家研發自家制 第二代有線石安劍的原因 就是讓更多人於更短的時間內 享受到石安新歌的優美和感力 被星靈中可而回轉改變 所以他們不爭氣 所以我一定要做 做到一個我覺得 是100%將我們的歌曲的優美播出來的 所以你們之前拿到那條有線的石安劍 是播到22.5%的優美出來 今天你們所得到的這個 是播到50%的優美出來的 這是我的真心話 因為我現在聽到一個70分的 70%的 那你就會明白 其實神究竟在18年前 給了我們什麼 這是對於全世界的科技 是一個多重的負擔 如果要播到我們的歌 播到我們的歌 已經是一個多重的負擔 所以既然有這麼重的負擔 不如由一個牧師去分擔 所以我就用15元 會做第二代出來 無論是無線和有線 都會有第二代 無論是無線和有線 都有第三代 現在你們手上成功 在今天之後 就會在有線與無線 每樣都會拿到第一代 因為這是我最快的情況下 可以給到你 而實際上這個原因 就是讓你聽著的時候 你知道當我發起 我們一起去做第二代的無線 第二代的有線的時候 你知道我將要送養什麼給你們 OK 我是送一個技術給你們 我不是送一個物件給你們 送一個技術 這個技術是傲視同群的 OK 它可以說你邪教 可以說你異端 不如你先做一個 比我的以色更厲害 是吧 因為這個已經不是宗教 這個已經是brain了 是吧 這個已經根本是 對自然定律的了解和智慧 今星期 對於石安教會而言 最重要的逢十周年事件 必然是1996年的 商養水事件二十周年 二十年前 又說牧師按住神的感動 分享一個基督教界 從未有人分享過的題目 就是一種有過百年歷史 但在近代被壓抑的 醫學陰謀養分療法 因著商養水事件 石安教會由一所靈恩教會 被傳媒、社會、教會界標籤成二端、邪教 由1996年7月21日 日華牧師會見傳媒當日開始 石安教會所有弟兄姊妹 亦要付上信仰的代價 天天跟從主 背負以端邪教的惡名過活 二十年過去 到了二十周年的一刻 回顧過往 對於大部分弟兄姊妹而言 商養水事件實在為我們作為平凡人的生活 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同樣地 這個也是神帶領石安的重要歷程 讓石安成為解謎者 成為啟詞錄揭示者的起始點 到了2009年 更開始了2012信息 踏上終極信仰之旅 現在當我們迴看 神並沒有輕看石安教會 二十年來所受的困苦和患難 於2012信息開始時 神揭示出4794的傲備 就是由商養水事件第一日 1996年7月21日 至2009年9月5日 Bob Jones領袖神榮耀列車預言當日 剛好是4794日 亦是由聖殿拉線到石安教會 發源地粉嶺圍的長度 4794英里 因此20年前 神的帶領已經是一日亦都不偏差 一理亦都不偏差的精準程度 並且4794就是神於創世之先 以拉線方式 給予石安的一個重要印證 並且近年我們從天馬座行動 玫瑰園計劃的教導 更加確切肯定 整個世界的建設 亦是為著我們的誕生而建造 就如日華牧師於商養水事件前的住處 紅磡福年新流為例 早前主日信息已經提及過當中的共同信息 包括 溫斯盧街 必加街 或加道 代表了53、54、55號火車頭 亦即是日華牧師53至55歲時的寫照 而溫斯盧更是4794 5月花號船長的名字 由於我們從新版Google Earth 拉線 才發現5月花號到達麻省雪茹國是4794 因而架開了福年新流附近小區的共同信息 當我們知道歷史的基建也是為我們建造 這樣福年新流附近的其他街道 又會否有其他隱藏4794共同信息的地方呢? 答案當然有 舊時的紅磡差不多整個地區 也是黃布船廠的範圍 由於這個區域沒有任何建築物 因此 失望就可以按住他們的心意 為我們設下謎題 所以我們再看一看福年新流附近小區的地圖 附近有著紀念九廣鐵路火車頭的名字 分別是53號的溫斯盧街 54號的必加街 及55號的獲加道 這個就是十皇給予我們的謎題 53號火車頭溫斯盧街 代表著日華牧師於53歲時 發現5月花號拉線是4794 從而開始分享玫瑰園計劃 並且 船長為溫斯盧的5月花號 最後的幸存人數亦是53人 54號火車頭必加街 代表著日華牧師於54歲時 如同住在Baker Street的福爾摩斯 成為眾多謎題的揭示者 終於完整解答所有謎題 所以 55號火車頭獲加道 會否代表著日華牧師於今年9月 55歲生日後 被提成為Walker 真正萬步星圖 此外我們現時知道這幾條街道用火車頭命名的原因 是因為引發2012信息和4794的起似點 正正就是Bob Jones於2009年9月5日 重申接收榮耀列車的語言 明顯地這個是石安教會的末後使命 但是 自從我們發現53號火車的名字溫斯盧 原來是5月花號的船長 我們也開始明白到火車頭的進頭 下一步就會與船有關 船就是末後終極的標記Marker 原因 聖經提及 撥後日子就如羅雅的日子 而香港其中一個4794地點 正是全球唯一一手 以1比1方式建造的羅雅方舟 早期2012信息已經分享過 整套2012信息就是要製造一隻方舟 一隻洋人可以被提 避過啟示錄大災難的方舟 再者 早前的玫瑰園計劃信息 也從基建中揭示這個Marker 就是尖沙咀的共同信息 包括 代表王座的半島酒店 梭士巴黎道 文化中心 1881水景總部及火車站的中樓 但我們是未記得 尖沙咀中樓的位置 就是以前尖沙咀火車總站的位置 與此同時 亦是天星碼頭的位置 由此乘坐的天星小輪Star Ferry 明知豈不是將船與星獸連結在一起嗎? 因此火車的鐘點站 亦是同一個地方 讓我們可以轉乘渡輪 出發到天上的眾星 再者 我們最近提及的神話故事及星座 就是於今年3月20日春分 太陽蟲水瓶座升起 石安劍南牙耳機的開發 正正與水瓶座倒水有關 並且水瓶座倒水的時候 產生了預表主耶蘇 發出眾水聲音的波崗座 佔天空一半的星座 都與水瓶倒水有關 包括南半球最大的星座南船座 提及的尖沙咀天星碼頭 代表南端的南船座 因此豐年新流的謎題中 除了以火車命名的街道 還有以黃埔船澳職員命名 有關船的街道 包括保錡里街、基里士南路及曲街 而唯有代表55號火車頭的霍加道 才接連與船有關的保錡里街及曲街 預表著又說牧師55歲時 就是火車的中站以及船的開始 上星期已提到 曲街的名字有著近期的共同信息 包括第一個音樂動勢 就是與歌曲有關 而曲亦讓人聯想起成語曲中人散 就是時間已經去到末後一刻 終結的意思 所以福年新流小區的街道 有紀念火車的名字 又有紀念船的名字 可見整個小區的每一條街 都經過精心插畫和安排 此外 今星期其中一個熱門新聞 就是地鐵觀塘線的新年 包括賀文田站及黃埔站 已經差不多員工 賀文田站正正就位於福年新流小區附近 而黃埔站也即是觀塘線的新總站 其位置正以郵輪為地標的黃埔新天地 這裡裏面又再出現鐵路的總站 與船為比輪的關係 印證到此尚未完結 福年新流的小區 除了有紀念火車和船名字的街道 還有兩條以地名命名的街道 分別是馬來街 以及從代表入華牧斯55歲的獲家道延伸出去 曲街和保錡里街之後的模糊街 當然這兩條街道 是要紀念馬來西亞的馬六甲 及安徽省模糊市 但香港為何要特意用街道的名稱 去紀念這兩處並沒有特別意義的地方呢 這兩個地方究竟有什麼共通之處 對一般人而言 這兩條街道當然毫無意義 但現在我們知道了 其實整個規劃都是為著紀念 石安教會的事跡而創設 所以只會對石安教會有著意義 上星期主日已經提及 從聖殿根基石拉線到馬來街 就是4794英里 並且馬來街 馬來街 馬拉卡 馬拉卡 就是馬來西亞的馬六甲或馬六甲 當中已經包含啟士錄四馬的馬 牧斯的匿稱馬馬 以及身懷六甲將要生小孩的意思 而馬來街的馬來 就是啟士錄叫出第四馬灰馬 你來的意思 但為什麼必然是飛馬座的第四馬 灰馬 而不是其他馬呢 因為第四馬的特性 是有陰府隨著它 而馬來街附近 豈不是眾多長生店 甚至殯儀館所在的區域 並且於天上的四馬當中 只有一隻馬會身懷六甲 誕生小馬 就是飛馬座 原因 就是於飛馬座的被尖 就是小馬座 Equilis 因此 馬六甲就是此飛馬座 提到馬六甲 值得一提 之前主日信息 曾提及一出 充滿共同信息的電影 《愛麗絲夢遊仙境2》 穿越魔鏡 電影的開始 經已設定主角 愛麗絲 於馬六甲海峽 面對海盜 最後成功擊敗它們 返回倫敦 它也恩著這些航海經驗 導致後來能夠駕駛時空穿梭的機器 時間之球 Clone Spear 並且 電影中的時空穿梭 就是於時間海中穿梭 因此 電影的共同信息 除了鏡面倒置之外 竟然將馬六甲 船及時空穿梭 連繫在一起 這個亦是為何各種共同信息中 除了提及火車 亦會提及船 甚至船更是終極marker 包括 天馬南 五月花號 俄雅方舟 天星小輪 南船座等等 當進入船 就會進入時空穿梭 既然十皇以新版Google Earth 4794地標作為街名 這樣安徽省毛湖區與聖殿根基石的距離又會是多少? 沒錯,由聖殿根基石到安徽省宣城市左上方的範圍 即以前的毛湖專區 亦是4794英里 而宣城市於1980年前 亦是毛湖專區的一部分 80年後才稱為宣城地區 而毛湖街所隕藏的共同信息 比馬來街更加詳盡 大家可以留意 4794位置附近 即宣城市左上方 有兩條角度 就是S239及S322 239、322 這個豈不是過去主日曾提及 英女王於今年提示我們的共同信息 此外,這個位置附近 就是毛湖縣的花橋鎮 花橋豈不是古代新郎迎娶辛苦時 所預備接辛苦的大紅花橋嗎? 花橋鎮的下方就是綠甲村 與馬綠甲一樣 綠甲就是懷孕、生孩子的意思 當我們回想 於一個小區當中 只有兩條街道是以別國地方名明明 但同樣是4794 這個還會是偶然嗎? 或神讓辛苦以回到過去的方式 去設計整個航嵌區 以街道成為雅米? 明顯地 從毛湖街的拉線中 十王是預計我們於今年才打開這個拉線的謎題 因為今年初 藉著英女王的共同信息 我們才認識到239、322共同信息的意思 所以即使我們能夠更早發現 毛湖街的拉線是4794 亦無法尋找到它的真正意義 事實上 於福年新樓小區的4794共同信息 包括溫斯爐所代表的五月花號 馬來街和毛湖街的拉線 都要以新版Google Earth拉線才是4794 因此2009年分享2012信息時 是無法以拉線方式 查出日華牧師住處與拉線的關係 所以知道 世上三個不同地區的4794地點 出現在同一個地圖上 已經絕不可能是偶然 同時間 這三個地方 亦是新拉線地點 就更不可能是偶然 因為4794是一個精準的數字 標記著地圖上的一小點 例如 黃金海岸是新版Google Earth的4794地點 但旁邊的黃金海岸酒店 已經不是4794 所以 要出現三個4794地點 並且 三個地點都對我們有特別意義 已不可能是偶然 而是要讓我們知道整個世界的不同地點 亦是為著我們的故事 為我們製造共同信息而被規劃出來 當我們於雙氧水事件發生20年後的今日 發現福年新樓謎題的拉線 成為了4794的中建Tuff 但我們又曾否想過 原來同一個地方 亦是4794的開始Alan呢? 原因 日華牧師是於1996年 居於紅磡時完成整套養分療法的訊息 並且當時日華牧師的寫字樓就位於毛湖街 直至雙氧水事件於1996年7月21日爆發前數日 才搬到天水圍區居住 1996年7月21日當日 日華牧師是由天水圍區出發會見傳媒記者 因此4794的孕育和開始就是源於這個小區 毛湖街以至整個福年新樓小區的道路 在神的巧妙策劃下 以Google Earth的新版拉線 成為標記4794的開始與完結 Aleth and Tuff 正如毛湖街是55號火車頭 或加度的延伸 因此十皇系預計 又說牧師會於今年 即是到達55歲的時候揭開這個答案 所以今年所要發生的事情 神奕祖爾記載於 霍加度新年的幾條街道 這裡裡面又有另一個Alethav的小插曲 當年1996年 雙氧水事件於7月21日爆發後 邪安教會成為了傳媒新聞每一天的焦點 鋪天蓋地的報導 成為人們每天談論的話題 直至7月29日 李麗珊於阿特蘭大奧運會的滑浪風帆項目中 奪得香港首面奧運金牌 亦是至今唯一一面奧運金牌 傳媒的焦點才轉移 雙氧水事件亦開始降溫 滑浪風帆項目與水和船有關 而奧運Olympic Games的Olympic 正是神話故事的奧林巴斯 現時的主日信息 豈不是正好講及飛馬殺死海怪後 就完成了所有故事飛往奧林巴斯 所以於4794 開始Alif的同一個月發生的奧運大事 就是另一個TAF 於20年後解構啟示錄 天上眾星的神話故事 因此現在我們可以知道 4794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數字 標誌著石安教會成長的過程 事實上,日華穆斯於分享中 以1969年登月事件作對比 過去多年裡 日華穆斯對69及96 這兩個鏡面倒置數字 亦非常深刻 甚至英女王於今年所埋藏的共同信息 亦包括69 給予我們有趣的提示 於神眼中 1996年7月21日 雙氧水事件的重要性 就好像1969年7月21日 岩士堂登月的一刻 這兩件事件 亦是個人的一小步 卻是人類的一大步 話許有些人會覺得 以登月對比雙氧水事件 有點而誇張 但對於一群願意成長 為神付出 最終成就末後三個節旗的一群人 這個對比絕不誇張 對於岩士堂而言 登月就是開創太空人到達另一個星球 太空探索的開始 而對於石安教會而言 雙氧水事件就是神夫趙石安 成為解謎者的開始 Aleth 登月計劃阿波羅11日 除了岩士堂搭足月球表面之外 另一位太空人 百姿艾德林 也有搭足月球表面 當時 他更刻意配戴奧米加品牌 奧米加的Speedmaster 奧米加奧米加 正正就是最近主日常常提及 神系穿越時空Aleth Tav Alpha奧米加的神 奧米加就是代表門後 成鐘的意思 因為太空人登月時 配戴奧米加手錶 所以這隻錶 也被稱為月球錶 Moon Watch 錶的背面就是一隻馬如龍 形狀的海怪座 究竟 這裡又是另一個偶然 還是想我們於整件事的開始 Aleth的時候 已經知道奧米加的謎題 就是我們最後的定命 與天上的星獸 面對海怪座有關 事實上 這個正是我們這數星期 不斷重複又重複的題目 而這個星期 正是雙氧水二十週年 同時間 也是太空人首次登月的四十七週年 因此 由二十年前 雙氧水事件至今 神的帶領讓我們揭示更多神的心意 與此同時 我們也走進了神的計劃當中 就是由雙氧水事件的Aleth 到星際啟時錄的TAF 結果 你會看到 這個神益 將這個成為我們 一個很特別的禮物 在星喪十週年 去發佈的 就是由我們教會所做的 這些議室的紀元 正式開始 2016年6月26日 星喪殺人十週年慶典 除了對弟兄姊妹甚句意義之外 石安教會被神永恆紀念的這一天 是時間中的絕對存在 石安教會推出石安新歌前 往往成立十三年來 只創作了十多首詩歌 收納在石安詩歌第七集裡面 在神命定的1998年2月8日晚上 神親自探訪了入和牧師 持於第一個音樂洞世的啟事 自那一晚起 石安教會 源源不絕創作出超過一千首二傳音域創作的石安新歌 到了今年2016年2月21日 遇上石安劍遺跡 從而展開了石安劍的洞世 期間相距十八年零十三日 十三正標記了石安教會至1985年成立 十三年後 1998年 神次於入和牧師第一個洞世 十八年來 源源不絕的石安新歌 有如天上水瓶座的瓶子 盛滿了超過一千首有如中水聲音般 優美穴耳的樂章 數字十八加上數字十三 就是三十一 也正正在今年2016年 石安教會成立三十一年的日子 神帶領我們進入水瓶新世紀的時代 自從天馬座行動訊息開始 世界歷史逢十一大使 除了印證石安教會的存在之外 更是指導關乎人類歷史上 一件最重要、最轟動的十年大使 沒錯 就是剛剛過去的 聲喪殺人十週年慶典 這一日 就是入和牧師按著神給予的智慧 將能夠傳出天賴之音的 第一代石安劍藍牙耳機鑄造完成 這日 亦都是超過一千位大兄姊妹 經過一個多月時間 在坊間進行異性輪劍之後 懷著一切期待及興奮的心情 獲得這一把石安劍的日子 意溢 與此同時 第二日 超過一千位大兄姊妹特意告假一日 為了紀念這一把石安劍的誕生 供素種種感人的體會 大家曾否想像過 一個耳機的聲音能夠躍意到一個階段 有一千多人願意請教一日 單單是為了誓聽這個天賴之音 這個不單是聖安教會的一次慶典 更是大兄姊妹帶著真誠敬拜讚美的心 與神相會的時刻 實在神漢慶典當日是永恆被紀念的一日 這也是為何神以眾多超然恩證 明證這一晚前後所發生的各樣事件 連天上眾星的神話記憶歐中 天馬騎士屠龍故事的共同信息 都是指向當晚指定應驗在聖安教會的時跡 天馬騎士應先著握著的寶劍 正是預視當晚弟兄姊妹手上的聖安劍 天馬修為己用對付的海怪Titans 明知正是聖安劍所採用 最重要的喇叭單元材料Tai Titanium 而且應先著另一隻手握著梅杜莎的頭 其租營正在前後左右SSR的比賽中 被眾多iPhone線纏繞用作錄音的假人頭 至於天馬騎士的屠龍故事 亦完全吻合石安劍誕生當晚後 石安教會展開的第一個動勢 階段已知屠龍行動 原來千古以來 天上凡星所預視 天馬騎士的屠龍故事 亦是指向石安教會這一晚的時跡 就是曼天星月時刻轉動 亦是神超然明證當晚的聚會 是與天上凡星的預言有關 是神於創始至先已經命定發生的歷史大事 就是關乎聖載傳音域的石安新歌 石安劍套弄行動的轉移點 英式寫法就是266 即是孩子被孕育誕生的日數 而每年第266日就是9月23日 923就是代表信仰巔峰的日子 顯然 日華牧師尚未知道266 以及923真正隱藏的意義之前 十年前 2006年6月26日 觸發日華牧師和一眾音樂部同工 決定成立聲桑Science 都是在神預計之內 連一日都沒有偏差 而且今年6月26日 聖桑Science10周年慶典 正是日華牧師分享摩西詩篇的22周年 因為22年前的同一日 1994年6月26日 就是摩西詩篇 即是摩西的歌的第一篇教導 標記著人類歷史將要進入啟事錄最後的時代 當啟事錄的大災難發生 世人就會還唱摩西的歌 摩西的詩篇 第二點 聖桑Science10周年慶典當晚 播放牧師分享製作耳機之類的印證 加上Deep Production 製作十多個印證小補充的短片 分享石安教會31年來 對音樂和音響的過去與未來 而2016年6月26日的主日信息 正是2012榮遙盼 第333篇聖桑Science10周年慶典 數字333、33、33.33 除了代表主耶穌在地上的歲數之外 主耶穌侍奉的地方加利利 就位於北緯33度 在聖殿拉一條線到角角他 有趣感 這條線是直接穿過東門 成一直線 而距離是0.33英里 在33 將地球弧度的33.33度化為海里 也等於2012海里 即是2012信息 實在非常有趣 另一方面 數字333相加就是9 2016年6月26日加起來就是23 構成923 再一次出現923的超延印證 連日期以及2012信息的編號 都沒有一個數字的偏差 才能構成如此驚人的吻合 縱使過往六年多 分享2012信息期間 因為一向的主日聚會地點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有所調動 由2011年4月開始 主日聚會逐步轉移 至不同的家序BASE聚會 於是每星期在BASE播放的 2012信息時間長度上 都有嚴格限制 多次絕非人意的安排下 主日信息內容或長或短 都在神的預計之內 從而編成2016年6月26日 就是第333篇 甚至日華牧師曾經隨著神的感動 帶領弟兄姊妹設實執行 回應2012信息的行動 亦曾經有九次特別安排 暫停播放2012信息 事實上值得留意 2012榮瑤盼望第333篇 《星桑Science》十周年慶典 只是石安教會內部的慶典 所以這次聚會和分享 以及Deep Production製作的 印證小補充短片 都沒有對外公開播放 成為過往六年多 2012信息唯一一篇雖然有編號 卻沒有對外發佈的信息 這個333篇 正是代表辛苦的石安教會 個別和主耶穌共同紀念的一個聚會 是被永恆紀念的一日 第三點就是參與 《星桑Science》十周年慶典的人數 以及派發第一代石安劍藍牙耳機的數目 出現三個名證 這次聚會絕非偶然的數字 之前已經提及 3月20日日華牧師決定自行 研發第一代石安劍藍牙耳機 作為教會紀念《星桑Science》十周年 免費贈予弟兄姊妹的禮物 然而籌備期間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在6月26日卻完全無可租借的場地 全部都被預約了 所以只能夠考慮兩個可行方案 方案一 在教會各個BASE分散進行這次慶典 方案二 租用修盾室內運動場 South Horn Stadium 按住常理 修盾室內運動場 無論價錢、環境、座椅 以及影音播放系統 都不及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但是在神的考面安排下 當時全港沒有其他更適合的大型場地 於是決定選用這個場地舉行慶典 修盾室內運動場 對於進場人數要求嚴格 必須憑捐入場 加上慶典籌委估計 進場人數有可能超過大會上限人數 因此 今次教會必須數點了全教會的出席人數 包括每一個家序符合資格領取耳機的數量 即是年滿14歲以上 以及擁有石安會員編號的姿體才可以派發 由於第一代石安劍南華耳機分黑白兩色 所以各家序將會按領取總數平均分配 最終各家序負責人確定總數 再扣除大會安排無需領取入場段的工作人員數量 17個白人家序綜合出三個數字 就是923、922以及1455 換領第一代石安劍南華耳機的黑色數量為923 白色為922 本為合共1845 而扣減工作人員之後 領取入場券的總人數為1455 923正正就是代表信仰巔峰的數字 亦是代表每年第266日 9月23日就是代表嬰孩誕生的日子 即是啟示錄第十二章婦人男孩誕生的日子 而922由於2016年是潤年 即是比平常多了2月29日一日 所以今年第266日正正就是9月22日 922以及923 竟然標記了上年2015年的第266日 9月23日 以及今年2016年的第266日 即是9月22日 名正923其實是指向聖桑沙人十周年 神所預定的這次聚會 另一方面 關於1455 就是與詩歌1455 心中永念我主鴻恩大愛有關 因為在2016年5月8日 即是508當日 我們派發第一代石安劍友善耳機 神以Allef Tuff方式 印證了石安新歌第一首Allef 編號508蒙神年吻 而且當日主日最新的一首石安新歌Tuff 編號就是1455 心中永念我主鴻恩大愛 亦正吻合當日所播映 在兩年前14年5月5日預先錄製 卻被神安排順言播出的主日信息 以及當日主日信息提及 1455年英國發生的玫瑰內戰 在這裡出現三個數字 923、922以及1455 數字連一個不多亦不少 可見是神超嚴掌管石安教會31年來 朝著這個絕對的方向進發 神想藉著923、922以及1455 向我們顯示什麼呢? 既然神超嚴地湊合出這三個數字 背後亦意味著更深層的意思 第一個意義是每星期 每一首石安新歌的編號 神都絕對掌控了 不論是哪一位大兄姊妹的創作 都在神的預計之內 就如第一首石安新歌編號508 帶著超嚴印證的詩歌編號 923、無論生死心堅決要往正路走 1455、心中永念我主鴻恩大愛等等 構成每一首歌曲編號的吻合 都必然是一首不能多亦都不能少 第二個意義 石安教會每一次聚會地點的指定性 必然是神絕對的掌管 與雙面提過 每次一堂主日聚會或者碑時主日聚會 必然對主日信息的長度有所影響 於是每篇主日信息的編排有所編差 這次聖喪殺人十周年的慶典 若不是神巧妙安排在修盾室內運動場舉行 而是於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或者教會各個卑士舉行 根本就不需要數點領取入場卷的人數 亦不會發生1455這個數字的印證 其實神早已預定慶典領取入場卷的人數 正是1455人 而石安新歌編號1455 亦要吻合派發第一代石安劍友善移基的日子 第三個意義 大家曾否對於這三個關於人數的數字 深思送女神背後的終極容易呢? 分別是換領第一代石安劍藍牙耳機的黑色數量為923 白色為922 而扣除工作人員的入場卷數量是1455 神超然構成這三個數字 豈不是要告訴我們 於2016年石安教會每一位會員人數 都是神所預定 往往31年間 每位信服神帶領 決心一命滿一命地 跟貼整間教會每一個動勢的弟兄姊妹 或者每一位曾與我們並肩 熱心侍奉 她已經離世的弟兄姊妹 還包括剔除自行離開教會前會有的數目 顯然 一個都不多 一個都不少 神都在創世之先仔細計算過 為何在創世之先已經計算過呢? 因為923 黑門山 是早在人類被造之前已經存在 其高度早已隱藏了923的共同數字 可想而知 成案教會人數只要額外多了100人 人數已經不相同了 不但如此 今次出席慶典的人數 還包括預先報名領取入場券 但居於台灣、澳門、浙江省寧波、 廣州、廣州及其他中國省市的大兄姊妹 正如先知博中斯於2009年榮耀列車的預言 登上神榮耀列車的人數是有限的 所以聖桑山人十周年慶典所出現的人數 923人、922人及1455人 全部都不是偶然 其實 製作過程中還有一個小插曲 按著優惑牧師的原意 第一代聖安劍藍牙耳機的機身 本來是有三款顏色 除了大家手上的白色和黑色 還有一款隱藏了的玫瑰金色 只是向廠方訂購的時候 廠方才反映這款機身顏色已經被客人專利 所以牧師才決定只選擇白色和黑色兩款 若然按照原本計劃的三款顏色 數字就肯定不會是922及923了 證明每一位大兄姊妹的存在都被神確認了 關於第四點 當第一代錫安劍藍牙耳機抵達香港 又說牧師第一時間 以免出現任何郵寄上的延誤 率先分210部 郵寄給新加坡和加拿大分會 最終在香港扣除所有有問題的產品 加上最後成功搶收的每一部耳機 剩餘可派發的耳機數目為1923部 1923這個數字又有什麼特別呢? 慶典前幾天 2016年6月21日夏至 牛頭角淘大工業村迷你倉發生4級火警 導致2名消防員不幸殉職 以及12名消防員受傷 大火焚燒歷時108小時 成為香港歷來工業大廈最長命火警 轟動全港 這次火警 除了地區上 和原本最先考慮選用的 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相同 那區代表金牛座野牛之力的牛頭角 發生時間就是夏至當日 代表第二活物金牛座 叫出手裡拿著大刀的第二馬 大刀正是626當日派發到大家手上的石鞍劍 事實上這場香港歷來最長命的工業大廈火警 亦是在正式達入6月26日之前的37分鐘 即是6月25日晚上11時23分 正式宣布結束 在6月26日星桑沙人十周年 慶典當日的凌晨一時 大部分消防員以卸下黃金戰衣 以及救火裝備準備收隊 而消防員搶救火警的動作 亦吻合水瓶座倒出種水的形態 對應石鞍劍展開水瓶新世紀的時代 除此之外 灌救期間 6月21日晚上7時20分 火場發生突變 兩名正在現場救火的消防員 一度與外界失去聯絡 消防署隨即首次啟動大家耳熟能場 代號Mayday的拯救程序 成為全港以及眾大兄姊妹留意的一則大新聞 因為Mayday正是過往常常提及的玫瑰園計劃 隱藏與玫瑰色色相關的共同信息名稱 其實Mayday求救信號源自1923年 當時英國倫敦機場提出一個簡單明瞭的字 讓所有機師以及地勤人員 在緊急時作求救用途 最後選用了Mayday一詞 意思就是Come help me 自1923年起 這個就成為了船隻和航機 在遇上即時嚴重危難 無法自救等十萬火急情況下 需要求救的訊號 然而最令人驚訝 就是教會在派發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前 為免聲桑殺人十週年慶典的時候 大兄姊妹手上的耳機出現故障或其他問題 因而在日華牧師的要求下 進行大規模陰則檢測 當扣除所有問題產品 以及加上最後成功搶收的每一部耳機 結果發現6月26日聲桑殺人十週年慶典當日 石鞍教會在香港的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總數 正是1923部 與與玫瑰園計劃有關的Mayday一詞出現年份相同 第五點《亦見大家有所不知》發生於6月26日當晚 關於收盾室內運動場聚會的印證事件 演藝界人士為了向牛頭角大火前線消防員致敬 一眾藝人合唱改篇歌《真的英雄》 再一次關於英雄的共同信息 甚至他們進行錄音的地方 正正就是收盾室內運動場旁邊 也再次出現在地點上的奇妙印證 最後第六點 關於神帶領選至收盾室內運動場的印證 除了神超然掌管令大兄姊妹被過牛頭角 四級火警的龍煙及交通劑室外 原來收盾室內運動場的會場內 也有兩個帶著共同信息的廣告牌 可算是巧合得驚人 第一個是幕台旁邊水凍諾Acurius的廣告牌 Acurius的意思就是水瓶座 再一次印證射安劍展開水平新世紀的時代 第二個是大會一盞射燈不小心照著的廣告牌 廣告中的球鞋就是Nike Lebron James Lebron 13 13起不是就是印證射安教會成立13年後 1998年 又和牧師領受第一個動勢及創作出第一首射安新歌的年份 而且場內更有Lebron James的巨型海報 效力克里夫蘭騎士 身穿23號球衣的Lebron James Lebron就是皇帝的意思 而James 起不是隱藏共同信息的英國皇帝 King James 故此 Lebron James 已構成King James的雙重印證 他效力的球隊有名騎士 正正是過往主日信息提及 隱藏共同信息第四碼的騎士 而且球衣編號就是23號 同樣隱藏了923的共同信息 神實在是口合得太刻意了 到最後 大家知道神選定修盾室內運動場的用意和印證嗎? 修盾的英文 Selfon 與南方天空 修盾相似 現時 神帶領我們社安教會分享的星際啟示錄 關乎由社安劍展開的水平新世紀 起不正正就是天上南方 南半球 至人類以船隻航海之後 從南方天空發現與種水有關的星座 包括 水瓶座 波崗座 藍船座 藍魚座 雙魚座 海怪座 海豚座等等 神跡絕食王於香港策劃出收盾收入運動場 Selfon Stadium 根本就是為了紀念這一天 星爽殺人10周年慶典 標記《社安劍展開的水平新世紀》已經誕生 楊牧師想問 在信息裏面 你有提到 關於 現在就是第一個momentum的第二部分的開始 其實我想知道你所理解 或者你所預期的第二部分 其實是預計第一個momentum 再一路去 有一個更爆發性的擴展 還是預期大兄姊妹那種 他們在神跡歧視 或者神的同座裡面一個新的領域 其實你所預期 或者你所想像的第二部分是怎樣的? 其實按照我自己本身的理解 就是當 這件事一路發生 津勳 水平座 我慢慢將它看到 原來這個就是 神原來千古以來已經印證了第一個momentum 就是水平座所說的第一、第二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儲水 其實這就是根本 是住棚節刻意做的一件事 你想想住棚節其實每一天 要不需要一隊人唱著歌去拿水 是不是? 他們是祭司 有很多客人去做這件事 竟然拿到水 是不是? 為什麼他們要一群好好蕩蕩去拿水 其實原來儲水是整個的電水 是第一部分 而電水才是第二部分 這樣 所以我們將會看到 其實就是住棚節上上 在約爾書中所說的春魚臭魚 其實現在這個倒出的水 會出現全面性 我們想像不到的 神的靈那種運行的現象 是我們有生之年 是祈禱會發生 希望會發生的事 我們會看到 不單止是 師妹因此運作弱性 神跡歧視 很多病得醫治 很多問題得以解決 很多討告會解決 頂姐妹的信仰會弱進 科信會委身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我們會看到未信主人 可能因為聽歌而流離信主 他們簡直是 看到我們所說的 這個遵義秋語的現象 在信與不信的都一樣有 全面性我們將會看到那種 演變 應該我們跟神力合作的時候 大部分我相信這些神跡發生 我們將會是旁觀者 是的 我們會聽到很多這些 會有的見證 因為本身就是 我們要知道 這個是千古以來已經預定了 還有它那種情況 譬如我舉個實際的例子 基本上你們作歌 填詞的 編曲的 你看著這個小孩子 十八歲在那裡長大 你們現在聽到 都會愛不適守 聽到那些歌 那你想想 你們有些 就像阿John 在加拿大 猜傳的阿John 他說他聽過這些歌 很多這些歌 都聽過幾千次 但是再聽到 他都會愛不適守 對那些歌 你們其實是 你們面對的衝擊都這麼大 你想想外幫人 所以你將會看到那些人 直接聽了一首歌 不願意停 想聽 以前沒有的 但是你將會看到 因為原因就是 第一個momentum 就是要我和你們分享 其實是教你們作好聽的歌 不過只不過好聽到 你們意想不到 因為 就算錄下了 你按照方法去作作 但是沒有東西可以播給你聽 但是現在有東西可以播給你聽 你親眼看到外幫人 會有一個反應 即他們是想引到那個階段 其實他們第一次聽這些歌 他的衝擊比你大 他覺得好聽程度比你更高 自從今年2016年2月21日 神超自然帶領日華牧師遇上石鞍劍後 種種不經意的發展 以及神超延掌管的行動和印證 令石鞍劍的誕生 初思教會的走向可謂一石激氣千層浪 年月來 除了日華牧師自力研發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 以及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石鞍劍有線及藍牙耳機之外 弟兄姊妹亦隨著神的帶領展開一系列行動 例如 訂購第一代石鞍劍有線耳機 報機 兩個月來不斷聽石鞍新歌 分享石鞍劍心得 超過一千位弟兄姊妹到坊間試劍以及輪劍 萬眾期待參與星桑沙陽十周年慶典 超過一千位弟兄姊妹特意告假一天 整日享受第一代石鞍劍藍牙耳機的驚人音色 將各人的深切體會寄予分享在水平聲迷回音谷等等 加上近來 弟兄姊妹正以設進行屠龍行動 做足事前準備 熟言當中的步驟 以及接下來 弟兄姊妹正要啟動的約戰前職 約戰行動 以及全面開戰等 一連串奇妙的經歷以及見證實在令人難忘 在此 日華牧師分析 弟兄姊妹需要知道兩個將會推進的方向 和將要發生的事情 一方面讓大家更全程投入 另一方面也可以預先做好準備 一 屬靈上需要達到指定的信仰要求 將過往幾個月來 神吩咐我們完成的行動 包括布爾基 吐龍行動等 每一次神帶領我們參與的動向 都以精益求精 務求進善進美的態度去完成 縱使參與期間有些較為陌生 或者自己不擅長的地方 但仍然持著一份極之積極主動的態度 不斷改善以及配合 使自己成為核心的參與者 當大家滿足這種優質 以及積極的態度之後 就足以引發聖靈如海浪般的行動 就如聖經一直語言 人類歷史上最後以及最大的復興 就是榮耀的知識要像水充滿海洋一樣充滿遍地 下百局書二章十四節 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 好象水充滿洋海一般 在新府級的石安教會被提前 聖靈的湧流必如眾水澎湃 正如之前提過 今年6月26日 神巧妙安排聲桑三人十周年慶典 在修頓室內運動場 修頓的英文修墳 和南方天空的英文修墳相似 正如是由石安劍展開的水瓶新世紀時代 即是南方天空和中水有關的星座所預表 包括水瓶座、波崗座、南船座、南魚座、雙魚座、海怪座和海豚座等等 所以當我們滿足神的要求之後 聖靈的湧流就能夠在我們身上發生 亦會感染我們周遭的人 包括屬靈恩賜的突破 分享的時候充滿聖靈的感染力 外邦人在街頭報道裡留女信主等等 而教會令就帶領雪的家序和架毀的時候 同樣能夠躍進 因為石安劍和石安新歌 現點和提升了弟兄姊妹的信仰 當大家持續劍點的標準 積極配合每一次聖靈的動向 符合神指定的要求 加上每日動用信心 雙信神跡隨時發生 就能夠引發人類歷史上最後的大復興 而接下來的屠龍行動 以及躍戰行動的終極階段 弟兄姊妹除了介紹外邦人 下載石安新歌播放器 San New Song Player之外 亦會同時將第二代石安劍有線耳機 演費贈送給他們 事想 和平為50分的第一代石安劍藍牙耳機 經意讓弟兄姊妹愛不釋手 達70分的第二代石安劍有線耳機 將會對外邦人帶來更龐大的衝擊 藉著音響界從未出現過的兵器 石安劍及全音域石安新歌 外邦人一定會喜歡聆聽石安新歌 他們自然會被聖靈感動 希望參與教會和改變 甚至流淚悔改信主 故此 神級與石安教會 一種暫生的全福音方式 屠龍行動 遠比過往派發全福音單章 小冊子 或港道CD光碟更為有效 尤其是和親人 朋友在快餐店面談 交道和陪伴他們 以石安劍聽完一至兩首石安新歌 當他們成為滋音人之後 必定會聽過不停 實在 石安劍及石安新歌對世人的衝擊 遠比弟兄姊妹 第一次接觸第一代石安劍有線 或者藍牙耳機更加厲害 根本難以估計聖靈的探訪 神的同在和感染力 會對他們造成幾大影響 事上 弟兄姊妹以石安劍 從聽耳熟能牆的石安新歌 經以愛不釋手 對於初次接觸石安新歌的新人們 石安新歌的吸引力肯定更大 乘以過去三十多年 弟兄姊妹在初訊的時候 被教會的信息吸引 養成時常聽港道的習慣 新人被石安新歌吸引和震撼的程度 將會被港道分享超越十倍或者百倍 一種新人必定迷醉於石安新歌 舉例 本來一個小朋友 每年只看一本迪士尼漫畫書 或一年只看一出迪士尼動畫 但有一天 他有機會進到迪士尼樂園 他整日接觸的事物都仿如夢境 他又是真實存在的世界 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會何等著藥、熱切 又感到多麼神奇呢? 對他而言 一整天的過程中 總是期待將會有一些奇妙的事情 發生在他的身上 同樣 這些外邦人和非石安教會的基督徒 藉著石安劍和石安新歌 仿如進到另一個世界 人生中時時刻刻 都充滿莫名的興奮和熱切 經歷神的同在 沉醉在每一首動人的石安新歌裡面 聖靈感動他們的內心 要決之信主 毀生一生愛神 珍惜參與神極中的救贖計劃 更努力傳揚福音 當弟兄姊妹看見這些事情不斷發生 要懂得釋放信心 千萬不要不信或感到稀奇 因為這個是神所定 人類歷史上最後的大復興 我們各人必須與神同工 一同動用信心 從而引發更多更大的神跡 例如黑眼的看見 耳龍的聽見 我們的心不能夠全半點懷疑 因為這些神跡只有聖靈能夠做到 而且整個石安劍的動勢 本身就是由聖靈帶領 所以我們要不斷相信 這些神跡會同樣發生在自己身上 將這個動勢蔓延開去 所以現在我們將會看到 就是傳說中的春雨秋雨 正因為是這樣 我們甚至可以看著這個世界 所發生的水災 那些大水怎樣沖走這些城市 沖走這些村子 這些碼頭 因為好像按照Web Bob剛剛推出 他說六月、七月 主要都是說洪水 他說到洪水大到 直到要軍部幫忙處理 他希望用不同的方法 包括射那些趕雨的彈 就是希望解決 但是沒有辦法 整個城市 整個城市會被洪水沖走 其實我們現在想要看到 全世界的春雨秋雨 其實是說我們這次會有的復興 正當今年2016年5月8日星期日 首播兩年前已錄製的 《2012榮遙派望星際啟示錄之信》 《報星圖》的信息 神直此揭開啟示錄封嚴的七印澳臂 警告世界已進入水瓶新世紀 人類終極末口的時代 同日更是石安教會按著神昭然的帶領 派發形狀好像水瓶 能夠播放出好像眾水星 全陰域的石安劍 進一步雙重印證千古所預言 水瓶新世紀的來臨 結果在5月8日同一日 中國以及世界各地逐步出現 百年一月的豪雨從天傾下 完全對應天上水瓶座 倒水在地上的形態 觸發遍地洪水的災難 其中5月8日 廣西桂林市迎來今年首次洪峰 桂江平樂站出現洪峰102.5米 超過境界水位3.5米 5月10日上午10時 湘江今年入訊以來 最高洪峰安全通過長沙 湖南省超過60多萬人受災 截至6月30日 國家防訊抗旱總指揮部公布 我國已全面進入主訊期 全國平均降水量 比常年同期偏多23% 唯一1954年 62年來的同期最多 南方地區出現20次區域性暴雨 為中國歷史同期最多 全國有155個縣市 累計降水量突破歷史極直 今年順其降雨急、洪水猛 有222條河流發生超景洪水 是近5年同期最多 單單截至6月底 全國已有近1200元遭受洪爐災害 受災人口超過3200萬人 直接經濟損失約506億元 驚人大暴雨 有如天上水瓶座忽然傾倒大水 破紀錄雨量觸發凶猛洪水 中國多處道路變成急流 前所未見的暴雨 將大量汽車衝進河道 更成為近來中國水災 慣常出現的新景象 令人膽戰心驚 大家試想 除了2011年日本大海嘯 將陸上汽車衝走之外 大家有何常見過如此強勁的暴雨 有如大海嘯一樣 將陸上汽車全部衝走呢 可見這一波大暴雨的劇烈程度 隨後踏入7月 中國南方暴雨眉色 長江珠江水系紛紛告急 7月1日 長江上游三峽水庫出現入庫洪峰 流量每秒5萬立方米 形成長江2016年1號洪峰 長江中下游干流 洞庭湖和波陽湖 全線超過境界水位 其他支流堤防多處發生險情 單是6月30日至7月2日 湖北已有431.83萬人受災 16人死亡,6人失蹤 7月2日 安徽早60年一遇洪水 陸安、安慶和巢湖等 多地、多市經歷史上最強暴雨 巢湖部分地區一日之內 降雨量超過300毫米 城市道路成為窄湖 多個鄉鎮和村落被大水圍困 西河發生自1955年以來最大洪水 西河缺口站最高水位一度達12.6米 超境界水位0.7米,31個原售災 受影響人數超過120萬 至今已造成13死 直接經濟損失19.5億元人民幣 全省超過300座水庫,水位超出境界 安徽同城孔城老街水浸 路上多輛汽車被沖走 居民稱在此生活幾十年 一輩子都未遇過這麼大型的水災 此外,雲南省同樣發生大暴雨 觸發城市內路,廣泛街道變成急流 部分車輛被沖走 7月3日,長江上游和中下游 再形成2號洪峰 7月4日,湖北省受影響最嚴重 中國最大淡水湖波陽湖 今年首次出現長江江水倒灌現象 倒灌流量達每秒8,000立方米 導致水位一日暴漲半米 廣泛房屋和農田避染 7月6日,南京主要江河水位繼續上升 秦淮河超歷史最高水位 古城湖、石扣湖水位全部刷新紀錄 長江南京段水位最高的時候 更接近歷史紀錄 7月4日開始,主雨大位於淮河以南 累計降雨量超過240毫米 安徽省將防信應急響應由原本3級黃色 提升為2級橙色 安徽省7條長江幹流超出歷史最高水位 其中河道堤防超過600處出現險程 7月8日,安徽省塞子湖水位上升17.22米 已突破1983年的最高歷史水位16.8米 超過境界水位2.72米 由6月30日至7月6日,根據氣象歷史資料 中國重要城市武漢遭遇有歷史以來最強降雨 累計560.5毫米突破極直 今次大洪水比1998年中國大水災的538.5毫米還要嚴重 上當年,18年前的98大洪水範圍廣泛 持續時間長,29個省市遭受嚴重洪水 數以10萬計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參與抗洪搶險 守護江河堤壩,歷史稱98抗洪 被中國水利部編寫入中國98大洪水 最終4150人死亡,直接經濟損失2551億元人民幣 無獨有偶,同樣18年前,即1998年 神一夜間啟示猶和牧師認識第一個洞世音樂的秘密 從而以好似中水聲音的全音域編曲 開始創作出第一首石漢新歌《Aleph》的誕生 想當年,原來神已經以大自然的大洪水標記神所命定 水平新世紀將要來臨 今年,中國的大水災進一步惡化 7月1日晚約8時,武漢市新州區發生河堤潰口 長70多米,近萬名村民連夜轉移 水覆蓋道路兩旁的農田,水流空盲 低滑路段全被染浸 有一年近70歲農民被困近9小時 心有如貴,表示有生之年 都未見過如此大的水 武漢市普降暴雨,雨量達263毫米 發佈暴雨最高的紅色雨景信號 多個湖泊水位飽和 即使武漢市政府於2013年 曾投資129.85億改造排水系統 但一夜突大暴雨,令城區出現大面積積水 大水圍城,公路成河道,火車站變成汪洋 地鐵站出現瀑布奇景 因島館停運,全市交通近乎癱瘓 部分地區電力和通訊中斷 被譽為東方芝加哥的武漢 一夜間變成東方威尼斯,四面環海,市民挖旋出行 此外,作為全國重要的山豬輸出大省 及全國淡水魚養殖大省之一 山豬,速琴,淡水魚養殖,殷紅爐試藥 河魚游上街道,導致養殖戶損失慘重 工業也大受影響 著名電腦生產商聯想 位於武漢的工廠因大雨斷電 整個工業園停產,每日至少損失8萬利潤 由於去到私家車避險 各大保險公司已接到數百中部案 車險估計損失超過千萬元 截至7月6日,由6月30日開始的強降雨 已造成湖北省17個市 逾1090萬人受災 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58億元人民幣 7月6日,國際發佈今年最高級別洪水預警 洪路導致80萬人受災 至於台灣方面 7月6日,今年首個颱風來跑得迫近 暴風半徑為200公里 美國有線電視CNN氣象主播表示 它是一隻野獸,一個超級颱風 從未見過結構如此紮實的颱風 就好像一火炮彈,來勢洶洶 國外專家估計,台灣、中國和南韓 超過1億5千萬人口受影響 各國民眾都必須嚴加防範 7月8日,5時50分,超級颱風尼柏特 在台東泰馬里登陸,整夜狂風暴雨 最大瞬間強風達17級 創下台東60年來震風強度的新紀錄 台東氣象站更直言已經普及了 打破上一次1955年 台風艾瑞斯最大16級陣風的紀錄 在風暴吹閘下,台東市滿目蒼夷 汽車東歪西島,店舖超排被吹落,災情慘重 有民眾藉膚猶如電影明日之後的場景 感覺防止都被拔起,而且狂震不斷 比地震搖得更嚴重 台東市區風強雨罩,錄得98毫米雨量 美國太空總署運用3D特效,呈現尼柏特所導致處 帶來超驚人的雨量 每小時超過193毫米強降雨 沒錯,是每小時超過193毫米雨量 實在可怕 尼柏特為台東帶來一場摧毀性災難 單計台東一個地區幾乎每戶都受載 如2萬戶停電,8000戶停水 台灣共201間學校有不同程度的損位 損失金額達1.3億元新台幣 全台農林餘木業損失嚴重 農損超過7.7億新台幣 單是台東地區以第6.7億新台幣 隨後7月9日,台風里帕特登陸福建,頓城汪洋 不少汽車被吹倒或被水流沖倒 更有不少被反轉,車底朝天 可見風力之大 其中,福建福州敏青縣16個鄉鎮 普港特大暴雨 局部地區達300毫米以上 而且降雨持續時間長 造成梅溪水位暴漲 洪峰時超境界水位10.052米 且持續不退,災情嚴重 近一晚間房屋倒塌,直接經濟損失 70.56億人民幣 造成83人死亡,19人失蹤 7月9日,利帕特外圍雲大 仍影響華東多地,河南新鄉 租百年一遇的暴雨侵襲 特大暴雨突破歷史極席 河南省新鄉市徽縣一間商場水浸 貨物與垃圾到處飄浮,又於大型垃圾池 7月17日,湖南古象縣暴雨觸發山紅 及山體滑破,沖毀農居 7月19日,內地多個省市 持續受暴雨影響 華北、黃淮等地,將迎來今年入夏以來最強降雨 山西、河南、河北、山東等地 有大範圍暴雨或大暴雨 局部地區降雨量將超過200毫米 其中,河北中暴雨突襲 雨量大增令多地出現水災 水闊洩洪,萬人需要轉移 陷丹涉源,作特大暴雨突襲 12小時內,最大降雨量達460毫米 超過1996年,洪災三日的降雨量總和 創歷史極席 當地91縣市,有14人死亡,72人失蹤 石家莊平山越泥石流,山體滑波導致交通中斷 7月19日,北京出現今年以來最強暴雨 平均降雨量近200毫米 其中,門頭溝區東山村監測站 更錄得超過435毫米雨量 環繞北京的河北省百發洪水 部分地方降雨量創下百年紀錄 市內多處地方積水 部分低瓦街道積水超過2米 大暴雨,將北京某些街道變成吞吉河流 北京首都機場有237班航機取消 北京人民稱一日突如其來的大暴雨 瞬間,將北京重炎熱的燒烤板 變成水鄉雜坡 另外,7月21日,內地暴雨雨帶移到東北地區 遼寧氣象部門已發出暴雨紅色預警 瀋陽市內多處水浸,水深吸塞 其中,鳳凰水城附近的馬路積水嚴重 十多輛車浸在水中 受了較嚴重的湖駱島市平均降雨量 達226.6毫米,達到大暴雨級別 其中,湖駱島市水中原,永安保站更陸得387毫米雨量 市區路面嚴重積水,車輛被嚴 遼寧府順市,南站木鎮,亦受暴雨洪水影響 有車輛被洪水沖走 遼寧省緊急轉移,逾12萬民眾 除此之外,亞洲其他地區 6月18日,印尼中部爪哇省暴雨承災 引發山泥傾瀉,已沒數千棟房屋 24死,26失蹤 9人在青里路面碎石時被洪水沖走 另外9人被山泥掩門 6月20日,泰國曼谷暴雨承災 多個地區水浸,著名旅遊購物商場 簽羅廣場,變水上市場 泰國變為宅國,雨水灌進店內 多條公路因水浸,造成嚴重交通濟塞 陷入癱瘓 6月21日,受一股低壓槽影響 日本西部地區出現暴雨 降雨達150毫米 離日本最高紀錄只差3毫米 其中,九州出現罕見暴雨,山泥傾瀉 共造成四人死亡,二人失蹤 7月5日,巴基斯坦北部山區 連日遭季風暴雨襲擊 靠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邊境的一條河流氾濫成災 突如其內的洪水,沖走房屋 不少居民來不及逃命 此外,一座清真寺及至少30棟房屋遭洪水摧毀 至少31人不幸死亡,35人受重傷 南半球澳洲方面 6月20日,澳洲色離暴雨 水務部估計玉勒金巴水壩正處於飽和狀態 可能會滿日,暴雨期間 一間商場天花突然崩塌 大量雨水從天而降 需緊急疏散近3,000名顧客 同日,新南威爾市及坤士蘭東部沿岸 受暴雨及水龍卷吹襲 超過9,000戶停電 隨即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受暴雨影響布里斯班降雨接近200毫米 頓城澤國 踏入今年6月開始,歐洲各地暴雨成災 德國、西班牙、匈牙利等國都出現巨大災害損失 數萬名民眾被迫撤離家園 6月2日,法國出現連日暴雨 觸發百年一遇的洪水氾濫 塞納河水位上升至6.09米 是自1982年以來35年來最高 7月3日,比利時皇家氣象研究所表示 6月份比利時共落了174.6厘米雨量 是6月平均雨量的2.5倍 都成為1833年以來最潮濕的6月份 寫下183年後的新紀錄 罕見的風暴、冰雹、閃電及蠔雨不斷 另外在美洲方面 6月20日,加拿大卑斯省及平河地區暴雨成災 部分城鎮降雨量近90毫米 打破近百年紀錄 多個鄉郊地區情況嚴峻 至少一條大橋被洪水完全衝毀 6月23日,美國維珍尼亞州遭遇 100年來最嚴重的特大暴雨 氣象單位比喻成千年一劍的暴雨 引發河水氾濫 44個郡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州長厄爾表示 高水位仍然是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 當地緊急管理官員初步報告顯示 至少有6個郡遭遇大範圍建築損毀 流經該州中部的埃爾克河 水位層高漲至32英呎 是1888年以來的最高值 暴雨導致26人不幸遇難 66,000戶家庭仍然斷電 7月14日,美國中部、肯塔基州及填納西州 部分地區因暴雨造成特大洪水 降雨量達到8英吋 大水至腰間 多處房屋被淹沒 填納西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國家氣象局更罕見發出山洪緊急警告 要求居民疏散 實在,自從今年2016年5月8日 星期日以來 神跡住2012信息以及石蟻劍洞誓 揭示世人經已進入水平新世紀 人類的終極末後時代 縱使過往六年間 中國內地以及世界經已 每年刷新破紀錄大暴雨 然而,自今年5月8日主日開始 遍地驚人大暴雨的情況 就從未停止過 竟然再度打破世界各地百年紀錄 是一場全球性南北半球同時發生 罕見的大洪水 印證神帶領石安教會 關乎水平新世紀的動勢 進入人類歷史上最後以及最大的復興 神榮耀的知識要像水充滿海洋一樣 充滿遍地 所以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應該是很意想不到 我們將會看到兩邊 無論是我們自己教會頂姐妹聚會的時候 有現象 或者頂姐妹更容易 輕易有感動的大多人信主 因此運作 醫治病人 但同樣外面第一次聽我們這些耳機的人 是愛不適守的 因為本身我們屠龍計劃 第二階段 其實我們是 斷萬計的耳機做出去 讓他們聽我們的歌 而問題是 耳機還要好聲音 聲音還要好看 你們現在的兄姐妹用藍牙那個 所以那種的衝擊 對他們大得太嚴重 就是他們聽完這些歌之後 就像你們這樣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 我們也不會再選擇其他 錄得這麼平面的歌 因為其實 弟兄姐妹一聽外面的耳塞 當他們的歌很平面 但其實弟兄姐妹 如果聽外面的歌也是 就算用我們的耳塞 聽他們也是平面的 會爭感絕 即是他們不會覺得有享受 和好像被人騙了 聽一首歌 這首歌是賣錢的嗎 是這樣的 會有這個感覺 自2016年5月8日 石安教會拍發 第一代石安劍有線耳機 並在6月26日 聲桑山人十周年慶典 拍發第一代石安劍藍牙耳機 很多弟兄姐妹都會發現一個事實 原來 以石安劍播放以全音域錄製 和編曲的一千多首石安新歌 歌曲會呈現環媒立體聲的效果 這種環媒立體聲 其實是由全音域的超低音 和超高音這兩種音域造成 這樣就可以解釋 為何石安劍出現前 不論你以市面上、音響耳機 都無法聽到石安新歌的環媒立體聲 因為市面上的耳機 都無法播放超高音和超低音 令石安新歌內藏的環媒立體聲消失了 但是 當用石安劍播放石安新歌 卻可以品嘗到這種 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 單單只用一對耳機的喇叭單元 就能夠播出 如5.1或7.1音響系統的環媒立體聲 無論再聽世上其他音樂 如紀錄教其他詩歌 屬世古典音樂 現代流行音樂 甚至或天蝶、發燒蝶的高清音樂等 都會發現 這種音樂是平面 沒有任何立體感 最多只能夠做到 左右耳機撥出不同樂器的大小聲 它不可能如石安劍 配合石安新歌所做到的效果 讓聽眾 又如行走向一個3D立體的環境 清楚聽見 每種樂器和人聲 當中的定位感 令人能夠猶然響往 每首石安新歌的不同情境 試舉一個例子 當以石安劍 配合全音域的石安新歌 對比市面上 其他不能夠播放全音域的殘缺耳機 配以殘缺音域的歌曲 就好像一部 能夠播出3D立體效果的電視機 配以逸出以3D立體效果拍攝的電影 石安劍好比3D電視機 石安新歌好比3D電影 當3D電影在3D電視機中播放 所有觀眾都可以透過3D立體眼鏡 體用3D的電影世界 電影中的物件 在眼前活靈活現 並且有絕距離感 相反 亦出以平面技術拍攝的電影 並沒有隕藏3D立體效果 即使以3D電視機播放 最多亦只能播出2D影片 同樣 一首沒有全音域的歌曲 即使以石安劍播放 亦不會出現環媒立體聲 另一方面 即使在一部 沒有3D立體效果的2D電視機中 播放一出3D立體電影 不論這部2D電視機的價格 多麼昂貴 品牌多麼顯赫 裝飾多奢華 甚至 以黃金和補石為裝飾 都無法令2D電視機 播出3D電影的立體效果 好比市面上 無法播出全音域的耳機 不論價格有多昂貴 3萬、4萬、20萬 甚至是100萬 都無法播出 隕藏全音域的石安新歌 無論如何 始終無法改變 市面上的耳機 只能播放到殘缺音域的事實 所以 無法播出石安新歌的 超低音和超高音 以及環回立體聲 並且 現今外間音響器材的最大問題 一直都存在於 喇叭和耳機單元裡面 就是他們無法播出全音域的音色 所以 無論售賣音響的商家 如何將喇叭和耳機單元以外的器材著手 例如耳礦 線材 外形和物料 都無法改變 這一個最基本的事實 無論輸入喇叭和耳機單元的音色 是如何優質 當使用一個音色殘缺的喇叭或耳機播出 都會將超高音、超低音 並所有音群刪除 令原音為失 以一部能播出完美畫面的3D電視機為例 無論你輸入任何影片檔案 這部3D電視機 都能忠實地呈現高清3D影片的全部細節 但假如 你將這部3D電視機換成一塊石頭 無論你的影片檔案 是如何高清細緻 抗音機是如何高價 播放機是如何厲害 或者是鋼纜般的粗線材 即使這塊石頭 是鑽石或補石 都絕不可能 以一塊石頭代替一部電視機 卻播出美麗畫面 所以 既然外間所有耳機和喇叭 都無法播放全音域 就代表 在任何其他地方做手腳 都不可能改變這個事實 一切都只是自欺欺人 這就是為何石鞍新歌 一首只有4-10mm的音樂檔案 但外間的耳機和喇叭 都無法正常播放 因為 根本就是對牛彈琴 所以 當石鞍劍配上石鞍新歌 絕對是天下無雙的神兵利器 石鞍新歌 好彼小說《倚天屠龍記》的《屠龍刀》 唯有代表倚天劍的石鞍劍 可以打破封印了武林絕學的屠龍刀 將如同天賴之音的美妙音色 即運藏了絕世全音域的石鞍新歌 傳到世人耳中 藉著屠龍行動 有些外邦人更會因為第一次聽到 石鞍劍配石鞍新歌的全音域 在這種震撼性衝擊下 甚至活民歌起舞 接著你聽聽我們提告 就是關於 就好像我說 它沒有了重低音 對於那首歌 重低音 根本整首歌的拍子 貫穿整首歌 根本就沒有了主角 即等於你看 Batman vs Superman 見不到Batman 從頭到尾不見到Batman 接著另外 從頭到尾也見不到Superman 那我來看什麼 我看過Vors 是不是 但問題現在就是 超高音超低音 有時候這首歌最好聽的部分 而且是貫穿整首歌 由重低音開始走到一半 接著過門之後 由超高音接手 沒有了那兩個主角 從頭到尾也沒有了主角 變成他們聽的時候覺得 那些歌的外面這麼差勁 但問題是我們 就超越了我們 就像我所說 就算外面真的現在當去追 它最少要二十年 但世界還有沒有二十年等著它們 所以變成 就算它有它也沒有辦法 再用其他東西 除了石鞍劍之外 其他都播不到 這篇主日訊息裡面 尤華牧師分享到 自十八年前的1998年 神啟示尤華牧師有關第一個音樂動勢 即是世上音樂的最終極秘密 自十八年後 今年2016年 石鞍教會 即第一個音樂動勢 創作出超過一千首石鞍新歌之後 神再次帶領尤華牧師 發現一種能夠演繹全音域音色的耳機 就是現今大家手上的石鞍劍 教會當年到達的音樂領域 現今世上不但沒有人知道 更沒有人做到 日華牧師更指 即使人們從今天開始 知道以全音域錄製音樂和歌曲的神奇果效 並知道世上原來已經出現了 可以重播全音域音樂的器材 而希望立即仿效 它們最少仍然需要二十年時間 才能夠趕上今天石鞍教會的領域 原因有兩個 首先 現今音樂界好像醫學界一樣 已經是完全以金錢利益掛稅的行業 試過一個例子 如果現在世界上所有人都不再病 最不開心的人會是誰呢 相信必定是醫學界的藥廠商家 醫生、護士、讀醫科的學生 以及臨臨種種藉著醫療人類疾病 而賺大錢的一群 因為沒有疾病 就沒有人再看病和買藥 醫學界就再沒有生存空間 醫科學生一畢業就要失業了 現今的音樂界亦一樣 由作曲、填詞、編曲、錄音、歌聲、唱片公司 甚至製造播放音樂器材 例如CD機、MP3機、擴音機、喇叭 和耳機等公司 都視音樂圍繞前述 如果無理可逃 它們仍會白白創作音樂 和製造音響器材 免費供全世界享受 相信世上就只有石安教會 決定將音樂以及播放器材 即是石安新歌和石安劍 以永久免費的方式送出 即使外間的音樂界 即時知道第一個音樂動勢的全盤秘密 並即時以全音域方式錄製歌曲 它們隨即便要面對一大難題 就是世上現存的所有音響器材 都不能正常地播放以全音域錄製的音樂 就像現今市面上的所有耳機和喇叭 都不能發揮石安新歌的全音域音色一樣 相反卻突顯出市面音響器材 都是殘缺的現實 不能播出全音域的歌曲 你能夠想像 如果你是音樂產品的消費者 你會不會買一隻你現有音響器材 無法正常播放的全音域音樂CD呢? 當音樂和音響產品的消費者 知道世上出現了全音域的音樂 然後發現手上的天價音響器材 都是無法播出全音域的殘缺品 它們會不會感到被欺騙呢? 以後它們還會購買任何音樂產品 或者音響產品嗎? 你又能不能夠想像 假如人人都知道有一款石安劍 擁有世上無與倫比的音色 甚至數十萬元的天價耳機組合 或者上百萬的音響器材都無法比美 最重要的是 石安劍是免費送出 究竟世上最不開心的是誰呢? 豈不是那些靠銷售音樂和音響的商人嗎? 金錢掛稅的音樂和音響界 正正走進了自己製造的死胡同 改善音色並非它們的初衷 只要有商機 它們就不思進取 即使明知自己出產的音樂或者音響 是五十年來都沒有改進過的殘缺品 不能夠播放全音域 但它們都能夠埋沒良心繼續銷售 當消費者不知道真相 消費者就沒有選擇的餘地 只能夠向這些奸商繼續進貢金錢 這些商人甚至還理直氣壯 聲稱它們如果不是這樣欺騙消費者 隱瞞產品的殘缺 相反 一開始就給予人們最佳音色的耳機 人們永遠都不需要換耳機 它們又如何生存呢? 第二,現時世上只有尤華牧師和石安教會 數位全職音樂侍奉者 知道和推動有關第一個音樂動勢的全部 或者部分秘密 所以才能夠源源不絕地 不停創作出數量驚人的石安新歌 至今已超過一千首 即使是教會中多不知全盤秘密的肢體 都會因為長年累月 聆聽和眾唱以第一個音樂動勢創作的詩歌 而不知不覺間 潛移默化地理解到何謂好聽的音樂 所以它們亦能夠同樣地 以全音域方式、創作、錄音、編曲和混音 創作多首動聽的石安新歌 外邦人卻沒有長年累月浸淫在石安新歌裡 更不知道第一個音樂動勢的秘密 所以即使它們有二十年時間追趕 也未必能夠達到我們今天的領域 甚至是我們在十八年前 一九九八年的領域 人類自1857年發明第一部聲音震動記錄儀 可以將聲音正式記錄下來 並自1877年開始 愛迪生發明了第一部可以同時錄音 和重播錄音的流聲機 Phonograph之後 雖然人類已經可以錄音和重播音樂 但由於喇叭的物理限制 人類至今 除了日華牧斯研發的石安劍之外 亦從未有任何喇叭和耳機 能夠重播超低音和超高音的音域 正因為這個重播的限制 歷來數以億計的唱片、錄音帶、CD 或者任何格式的數碼音樂 都將音樂的所有超低音和超高音域完全刪除 但這個只是起步 音樂界為了賺盡金錢 以及吸引更多聽眾購買音樂產品 會在製作音樂時刻意鬥大聲 將音樂裏多樣樂器或人聲同時播出的部分 進一步將不同音域刪除 即使由今日開始 全球音樂界都知道石安劍能夠播出全音域的事實 而開始著手以全音域錄製音樂和歌曲 他們亦要經過多年研究 才能夠找到製作全音域音樂的竅門 以及用幾十年時間 才能夠建立出音樂符 供全球人聆聽 那麥先生,關於耳機裡面 我們發現到 其實現在很多時候 外面的所謂靚耳機 都不能夠演繹了 一個音向裡面的五個音域 即是中音、低音、高音、超高音和超低音 其實為什麼在我們聽歌的時候 我們都需要有超低音和超高音的音域 那種的聲質給我們 而幫助我們在信仰方面 近期,日和牧師詳盡講解研發石安劍的心路歷程之後 大家終於得知當今音響解的編局 所謂音響專家都是不思進取 對於作歌、製作耳機音響器材和音樂知識都非常頻乏 出現眾多缺陷 因此,我們亦明白和珍惜 神比石安教會兩份非常珍貴的禮物 就是十八年來 超過一千首以全音域創作的石安新歌 以及能夠演繹出全音域驚人音色的石安劍 相信大家擁有石安劍之後 就會發現世上確實存在全音域的歌曲、石安新歌 以及能夠播放全音域的耳機、石安劍 大家更發現音樂領域裡面 除了有高、中、低音 還有超低音的澎湃臨載感 超高音的扣人心弦感染力 以及音響演繹出來的現場感、和諧感、空間感和空氣感等 這就是由華牧師過往超過三十年 一直希望在音響器材上尋找的全音域之聲 將會重大到現場,經歷神的同在 以往,即使世上沒有音響器材能夠演繹到全音域 十八年來,日華牧師仍然堅持 以全音域編曲以及錄製一千首石安新歌 當談及全音域 我們必須認知現今音響銷售的慣用措詞 就是超高和超低音域都屬於人體聽覺範圍以外 所以喇叭或者耳機 根本沒有發展超高和超低音的必要 但這只是不良音響商家的方話 而且建基於一個非常愚蠢的推論上 這個所謂音響工程的專家 在測試中用上他們認為最頂級的音響器材 配合他們自以為經意完美 實質卻是殘缺 所謂世上最好聲的喇叭 再以100%輸出功率的擴音機 播放一些全音域製作的歌曲 結果,因為測試所用的音響器材 以及播放喇叭的缺陷 令人的聽覺未能分辨到超高和超低音 這群孤陋寡民的工程師 就作出極之荒謬的推論 指超高和超低音均屬於人體聽覺範圍以外的領域 然而,由黃牧師分析 這個結論根本由於他們的喇叭帶著殘缺 引致未能播放出超高和超低音 而並非人類聽覺上的限制 假如當時的科技能夠製造出可以播放超高和超低音的喇叭 人類的聽覺是能夠聽得出來 情況就像以現今的汽車音響播放全音域的石鞍新歌 如果將聲量調高 更充分播放石鞍新歌應有的驚人音色 尤其是潛藏超高和超低音的時候 自然就會出現稱為拍邊的吵雜聲 但是,過往幾個月 千多位弟兄姊妹一同見證 由第一代石鞍劍友善以及藍牙耳機 播放出來的石鞍新歌 是能夠完美演繹一千多首石鞍新歌潛藏的超高 以及超低音 縱使播放的音源沒有轉變 仍然是僅有4MB至10MB的MP3格式 大家仍然能夠從石鞍劍聽到超高和超低音 可見,這種分別完全是音響以及喇叭技術上的限制 基於音響界工程師的無知 對超高和超低音的錯誤理解 打從音樂CD光碟盛行的時代 由於承載數據的容量有限 所以他們在坊間的音樂製作以及混音上 都早已刪除所有歌曲的超高音以及超低音部分 甚至近年為了迎合更多元化 有殘缺以及簡陋音響器材的播放環境 例如大型商場、酒樓、快餐店、公共交通工具、的士及巴士等 音響界更變本加厲 連重低音亦大幅削減 以免出現令人生厭的拍片情況 故此,坊間歌曲殘缺不存的音域 和石鞍斯歌的全音域 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差別 日華牧師直接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其實音樂播放的音響工程 和灌錄音樂的電子工程 兩種技術是分開的 音響工程界因著原有的技術限制 以及企業家的別有用心 有意將消費者打造成羊股 蠶食他們的金錢 所以企業家令當今的音響工程技術停滯不前 放棄製造終極好聲 加連物理的音響器材 另一方面 作為灌錄音樂的電子工程 又發現世上既然沒有能夠充分演繹全音域 超高以及超低音的音響器材 便擅自將所有歌曲的超高以及超低音刪除 將音樂推進至一個不能逆轉的光景 當世上沒有全音域歌曲 便更加沒有必要研發能夠播放全音域的音響器材 假如有人能夠將兩者的知識和技術 貫通以及合併研究 便能夠釐清音響限制 和人體聽覺限制的迷思 輕易發現事實的真相 其實並非像這些所謂音響專家的誤解 以為人體聽覺是聽不見 實情只是音響器材根本無法演繹播放 日華牧師藉著神的啟示和智慧 早已貫通這兩方面知識 三十多年來 一直堅持要尋找以及研發能夠播放全音域的音響器材 拆穿以科技樽頸堂塞人體聽覺限制的騙局 首先一個謎是存在了 那個謎我們可以假設 我們不用解釋那個謎 但我們可以肯定了一件事 如我所說 在聚會台上 無論唱什麼說什麼都不行 如果我沒有咪 沒有喇叭 下面四千人怎麼搞 他們完全聽不到聲音 如我所說 當我研究聲音的時候 某種音質 越還原回到台上的一切東西 會中那種有足夠的資料的話 那種真就能傳遞到 這個事實上是在人類的聲音 很多時是會帶來感情、信仰、情緒 還有想表達的東西 譬如在我講道當中 我會強調的音質、說話的 mood 譬如我之前會預備捉一天 是完全忘記了所有煩惱 就是想著那篇信息 事實上我發覺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是絕對有分別的 跟你之前沒有做 臨吉臨忙 拿回一份不記 說回同樣的內容 是絕對有分別的 但問題是 我知道有分別而已 人們能否聽到那個分別呢? 這就是問題 如果你的音域的傳遞 能夠全部傳遞過去的話 他們會聽到那個分別 我就是在說這件事 所以在我們的信仰上 簡單來說 我們在聽廣道的時候 唯一聽到我的聲音 閉上眼睛 聽耳塞的話 聽耳塞的話 都一定是這兩個耳塞傳遞過去 所以如果我們想著 只是傳遞了內容 但不傳遞那份的心力 那份的恩膏 那份的感情 那份的信念的話 其實可以說是消失了很多 但問題是 我愈發覺 愈追尋到那個領域的話 那篇信息的傳遞程度 是差很遠的 因為我不跟你們 因為我在台上看了每個人的表情 在這麼多年說到當中 由十多人的時候 已經是很近的看表情 至到過千人的時候 都是很遠的 都是看到大家的氣氛和表情 所以我會知道 其實是有一個分別的 是一個普通的歌手 是絕對不會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歌手那些歌 基本上都是 大家吹起那份的情緒 人們如痴如醉 而每次唱的歌 每次都是唱來唱去那幾首歌 所以其實表情那樣東西 最多是看到你的歌藝的技術 但跟廣道不同 廣道每次的內容不同 並且每次的內容都是我預備的 每一句說話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會看到和在下意識裡面知道 原來真的音域的傳遞到 是差很重要的 最先是由展明那把聲音 我是很嚴格規定地 某個EQ是屬於它 它一定要是這樣的調法 一定要是這樣的聲質 不可以是某些音域沒有了 不可以的 是這樣的 然後就去到我的廣道 所以我有一個我專屬的EQ 才去講這些廣道 但是整個聚會就更加重要了 如果是敬拜摘美 因為敬拜摘美 其實如果你能夠這樣做的時候 其實神最先告訴我 第一個momentum的時候 它是在講 我要學習怎樣去藉著歌曲 當然包括音程、音域、編曲 還有怎樣錄製它 這是全面性的 不是作歌仔 只是作幾個音符就算了 其實我全面性是由錄音開始 神告訴我 他就說這個第一個momentum 是一容器來的 是盛載了這些歌曲和神的同在 尤華牧師提到 無論是廣道或是詩歌 除了內容之外 原來也隱藏在一份生命上的感染力 讓人的情緒、思想和內心 也會隨即被改變 所以弟兄姊妹都會喜歡聽尤華牧師的廣道 和石安新歌 同樣地 對比外邦人 他們未必懂得欣賞廣道 但是也會聽音樂 知道音樂在某程度上是會影響他們的情緒 歌者的情感也會傳遞給他們 當人希望擁有一個好的心情 就會聽一首充滿陽光氣息的快歌 當人希望得著鼓勵 就會聽一首勵志歌 所以歌曲本身就是一個容器 容在著歌者的情感 但是無論是廣道或靈屍 場地越大 就越不能單憑分享者的聲線或歌聲 讓所有人都能聽見 必定是需要有音響系統 直著迷高峰、喇叭 才可以將聲音傳遞給現場所有人 但是如果音響系統 是慣性將部分音程刪除的話 就無法圓圓本本地 將廣道和靈屍分享給聽眾 當中的生命感染力 亦會大打折球 這就是為什麼 神給予入入牧師第一個音樂動勢的時候 除了有著圓圓不絕的石鞍新歌 還有認知是以全音域方式製作石鞍新歌 唯有以這種方式錄製的詩歌 才能夠成為一個完整的器皿 將詩歌融在 不單單是盛在詩歌的內容 歌者生命的感染力 最重要的是能夠盛在神的恩高 因為融在神恩高的音樂 是要比普通音樂更加複雜 所以知道音樂也是由神所創造 是神創造出高音、中音、低音、 超高音和超低音五個的音域 要融在神的恩高 必然要擁有這五個的音域 缺一不可 對比坊間的屬世歌 因著石鞍新歌是以全音域錄製 以及能夠以石鞍劍演繹出來 當然更為優勝 甚至對比其他教會的詩歌 由於他們也是以灌錄屬世歌的方式製作 慣常刪除了超高音和超低音 導致所有詩歌都成為殘缺的容器 不能夠完整的融在神的恩高 故此也無法將神完完整整的恩高 傳遞給聽眾 感謝神,神將好酒留到最後 在今年讓日文牧師得著音樂動勢的 第二個階段 研發出石鞍劍 為的就是讓這十八年裡 以完整容器所處起 神恩高的石鞍新歌 成為啟動末後大復興的藥士 所以現在大家親耳聽到 不是親眼見到 親耳聽到 現在就像一個水瓶 將過去承載了幾千首歌 倒給你聽 一次過倒出來了 對吧 所以變成 這個只不過是外面 那些跨著巴欄那些沒有想 因為他們處理不到 所以他們不錄 因為錄了之後 是百害而無一利 在他們來說 又不能夠出名 那些人又不會稱讚 那些人又不會聽 那些人又會諸多批評 因為其實在當時代 即是說 基本上甚至是現在這個時代 他們的喇叭 是使他們只能夠選擇其中之一 要麼你就放棄賣錢 底下錄這種音域 他們不會做這些事情 要麼就是為了賺錢 你就全部那些音域要剪掉 所以最後還不回來 因為剪掉了 那才運音 然後就為了現在的喇叭 但是當時我們照著神的命令 去成為一個容器 去成在 就沒有想著 那麼多年後 真是神預備了 看廳給我們打敗之後 我們就真是成為 去傾倒這個水瓶座的活水出來 好了 在錦然部分 在這裡正式去宣佈 我們這個圖籠 精英選拔 可以說正式進入另一個 叫做約戰的階段 因為這個約戰階段 就是可以說過了這個階段 我們就會在你們當中 選擇一些精英 你們可以說一生當中 就會經歷一段 中頭計 賺一段百倍的獎賞 因為裡面所衍生的連鎖反應 你們成為這個動力的助力 而不是阻力 所以我們在過去這幾個星期 做了一些很平信圖方式的圖籠 讓你知道 做事不要說是專業 只是不要用力 所以你不要想著 到現在 目前為止的要求很標準 那你就真是很用力 你做人真的做得很瘋 很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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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些標準 是我將我自己 給自己研發這個機器的標準 降低一百倍給你們 即是已經對自己的歌熟識 幾隻歌熟識 然後吹女作陶籠 這些是很普通 都沒有叫你研發一部機器出來 在一千上萬的可能的組合當中 去選擇製造一個這樣的耳機 所以讓你經歷一下 做牧師百分之一的精準度 和嚴謹度 我覺得都是好的 但是問題是 當這個選拔完結之後 才會選擇一些精英出來 所以我們會繼續讓你們去嘗試 有些的家序陸續 你會看到我們教會 是拿了一些過萬的耳機回來 去讓你們去聽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 你其實跟那些 拿著八百元、三百元 又說自己 在你的耳機當中 你跟他們說 不是吧 我聽過幾個過萬的耳機 你的耳機差很遠 但那些跟我們的耳機 都沒有不比 有很多真的 之前在論劍的時候 有沒有跟著教會的方向 有些可能都沒有論過劍 變了會很厲害 但是現在至少 就算有論過劍 不是每個人都聽過過萬的耳機 讓你現在在一個很安靜的環境下去試 去比劍 比的還要對比我們這個藍牙 你知道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就算你出去遇到最強的那個 都是過萬的 是吧 你都聽過了 你知道原來才能夠做到什麼 所以這次讓大家去試 就是為了你能夠說出這一句 真心說出這一句 你這部耳機 你說什麼幾千元耳礦幾千元 這些 說厲害 說我不懂得 我聽過幾個過萬的 你這部 跟別人比 這樣 你知道這句說話多厲害嗎 不是需要語氣重 但是厲害 明白嗎 當然你記住 你要拍下幾張照片 試會一次 因為已經有這麼好的環境 給你們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所以你每一個試 這些過萬的耳機的時候 都拍幾張照片 因為你就是給別人看 是一個證明來的 變成你們才叫做 專業一點的屠龍的勇士 明白嗎 所以現在才進到這個所謂 約戰 而這個約戰當中 我們會有一個詳細的VO解釋給你聽 其實你應該怎麼做 還有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約戰將會是為全球 製造一種新的 生活上的遊戲方式 就好像就是印證我們 這一件事件的Pokemon 就出現了一種新的玩遊戲方式 他們全部都做了Walker 明白嗎 我們新的Thunder 他是十萬福特殿 你要看到 其實他只不過是印證 現在我們喜歡為全球 帶起一個新的比試 所以他們到處做Walker之外 還要到處比試 在這裡 正在做新的生活方式 但我想你知道 那個只是為了印證 我們現在做的事 就是弟兄姊妹 主日信息的感言部分 由華牧師繼續分享第一個音樂動勢的第二階段 就是全音域耳機所釋放 處了18年的石安新歌帶來的復興 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可以參與神殖先知 James Ryle所分享 這個藉著音樂帶起的最後復興 而參與方法 亦於早前的主日信息分享過 就是藉著弟兄姊妹的屠龍 讓更多人能夠接觸到流出眾水聲的石安新歌 外邦人會因著全音域詩歌而陶醉 甚至被聖靈感動、改變和焰點 因此 弟兄姊妹更應該裝備自己對石安劍的認識 以及深切理解屠龍的流程 唯有藉著多方面預備和進心 才能成為真正的屠龍勇士 原因,藝華牧師宣布 當弟兄姊妹嘗試了個別式的屠龍 相約朋友、同事、同學出來 單對單屠龍之外 還會開始一個比個別式屠龍 更為進階的約戰式屠龍行動模式 正如藝華牧師所分享 於短短一星期封美全世界的 任天堂手機遊戲Pokemon Go 創造了一個完全暫身、虛擬與現實結合的遊戲世界 玩家成為了Walker 於現實實境中尋找虛擬的寵物精靈 人們訓練自己的精靈 可以與人交換或者對戰 讓英雄內戰成為了日常生活中遊戲的一部分 值得留意 Pokemon Go遊戲 是由著名日本電玩生產商任天堂發行 它的成立日期是一個我們非常熟悉的日期 就是1889年9月23日 我們再一次看見共同信息數字923 躍戰式屠龍的做法與Pokemon Go有點相似 我們知道石安劍是世上尚未出現過的全音域耳機 並且音色比過萬元級耳機更優越 當我們與身邊的音樂發燒有比試 其他耳機必定慘敗收場 大兄姐妹除了可以乘機分享信仰、音響界陰謀 及邀請她們下載石安新歌Apps Sign New Song Player之外 大兄姐妹還可以主動躍戰 既然對方手上的耳機輸了 不妨邀請她們 假如認識其他音樂發燒友的話 可否借更高級的耳機來比拼一下 看看一個更高階、更貴的耳機 是否能夠戰勝石安檢 再進一步甚或鼓勵對方 邀請其他音樂發燒友帶其他耳機作比拼 當他們帶來更貴價的耳機 甚或邀請其他音樂發燒友到來的時候 大家又可以重新比試不斷屠龍 躍戰式屠龍的好處 在於屠龍對象對石安劍的談論 不會一次就完了 反而產生出連鎖反應 藉著不斷比試 他們可以更清楚知道石安劍的威力 並且有機會持續接觸全音域的石安新歌 透過詩歌被聖靈感動 而躍戰式也可以認識耳機界的各老英雄 令屠龍變成日常生活中 英雄對戰的輕鬆遊戲 對於音響外耗者而言 若果他們向其他人借出自己的耳機與石安劍比試 又知道結果竟然大敗而回 這樣他們必定會想見識一下傳說中的石安劍 更樂意帶備自己的耳機 以及接受屠龍的規則來比試 那個時候大家又可以請他們吃酸檸檬 這種連鎖反應將會對比Pokemon GO 成為一個非常有趣的都市傳奇 對於藥戰式屠龍 有幾點大家要留意 1. 最好每一次人數不超過3人 如此 大兄姐妹就可以有更多時間與每一個人傾談 2. 屠龍程序可以依照早前主日訊息的分享 例如用濕紙巾清潔耳塞 先聽石安劍再聽其他耳機 每次比試都要聽完一整首詩歌等等 3. 由於藥戰式屠龍是主動廣發英雄帖 邀請各路英雄比試 所以比試範圍已不限於自己的朋友、親人、同學或同事 有更多機會面對一些新朋友 一些真正的音樂愛好者 而他們所帶備的耳機更會是高階的旗艦級耳機 因此大兄姐妹又想比試成功的話 必然要對石安劍、石安新歌及音樂方面有著更多形式 這個也是為什麼又說牧師提及 當我們要成為圍圖龍英雄 就要花心思去理解不能夠粗心大意 事實上對比牧師研發一部 世上從未出現過的耳機 以及創作過去想簽首石安新歌 他們所花的時間、精力和心血 對比現時大兄姐妹所付出的學習時間 其實是輕易數十倍 因此我們更應加倍努力 再者當我們願意欣著不斷個別式 甚至躍戰式屠龍 而成為屠龍精英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於短時間內 藉著屠龍賺回一生中最多的獎賞 因為當大兄姐妹能夠不斷提升屠龍技巧 就有機會參與教會稍後公布的另一波屠龍行動 為了增加大兄姐妹屠龍的戰鬥力 教會亦會於8月1日開始展開決戰前夕行動 安排大家親身試聽各大品牌的旗艦級耳機 讓大兄姐妹可以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之後就可以正式開始約戰式屠龍行動 所以你能夠想像現在是幾個末口 是幾個最後的一站 就是我們將要獲取人生當中最大的獎賞的這一刻 所以你就不要浪費這一段時間 所以最後我想每一個都跟三個人說 約戰時刻已經開始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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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最後我們學到任何東西 我們一起歡呼鼓祝 多謝神 感謝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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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